各位好 很高兴啊 我现在有80几个人进来 都可以 在这个氛围下 大家还拨时间来听我演讲 我实在是非常的感动 马克图温第一次演讲是 他从夏威夷回来 他第一次演讲的时候 他上台前 他发抖到不行 然后呢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恨不得买一个棺材把自己埋进去 因为我已经不晓得要怎么应付了 那这是他的stage flight 他的在第一次演讲的恐惧 我并不是第一次演讲 但是我今天还是非常忐忑 最重要就是因为马克图温的资料太多 他涵盖的范围太广 他对于社会历史的那些评判 多到不行 我不希望有任何一面 我没有讲到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是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那同时我今天请了三个朋友来协助我 一个是本宜 Lucy 另外一个是我的老朋友 原历从Clorado login进来 他们两个都预备帮我念 马克图温的本文 因为我觉得有别人参进来的时候 大家比较能够提起大家的注意力 那另外第三位是一个非一的美国人 是我在图书馆的 我可以说他是我的大粉丝 因为他跟了我好几年 每个图书馆的节目他都 最后他还跟着我进入了插花协会 那他就同意帮我念一段 这个南方口音用黑人的口吻来念 那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那他也愿意出现 然后他也愿意听我们这个中文的 他说他可以pick up ok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 我就开始share screen 我们从这个马克图温的一些 他的wisdom 他的智慧 他的家园路开始 然后呢我一直在考虑 这个材料这么多 我很怕到最后冲冲结束 我没有办法包括最基本想要让各位知道的 所以我把很多东西觉得说最基本的把它放到最前面 那希望如果在前面二十个slide 大概就已经如果你都得到了 你大概就不会说一无所知 然后后面我才开始慢慢的来描述 来分析啊 所以前面的二十个slide 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那现在呢我就来开始我的share screen 现在share screen大家看到了吗 看到 看到 看到了 看到了哈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哈 第一个是一个家园录英文的 那只有音乐那非常soft 所以你可能听不太听不太一件声音 不过没有关系那只是音乐哈 跑到哪里去了 好 Answer 出品 准备 这 本是 他说幽默的来源 事实上是哀伤 天堂里面没有幽默 放大银行的心放在你座上 哀伤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但是快乐你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你能够打到极致 最后一分钟 然后这么多人抱抱 我想就是大家 在这上完证课以后呢 你真的会发现生命里有很多 当你发现你跟大多数人 站在同一边的时候 你就要停下来思考一下 世界上有很多滑稽的事情 其中最重要的最滑稽的就是人类以为 白人以为他自己比黑人好 我们都在追求 Fantom 就假面具 那我们一半的生 一半都是花在追求假面具上面 如果我们用另外一半来追求真理 那更好 勇气不是你不害怕 而是你能够精通害怕 如果我们记得我们都是疯子 那生命里面所有的神秘都会消失了 都会得到解释 世界上如果没有女人 那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要远离那些 使你变成非常不重要 非常矮小的人 而要跟那些把你扩大 生命扩大 让你觉得你很伟大的人在一起 这样你才会伟大 皱纹是表示你曾经笑过 好 那一共有十个家园路 在刚刚那个录影带里面 那事实上你到网络去找 恐怕几十个家园路 家园路的这个site 那很多都是一百一百条 我是选了一个最短的十条 那下面这几条是我自己选出来 认为跟我们今天的演讲最有关系的 也就是跟他的写作最有关系的东西 那请各位看一下 你看他说writing is easy all you have to do is cross out the wrong words 多么简单啊 就把错字改掉就好了 那什么是错字 什么是对的字 下面他说用字要力求精准 他说正确的跟几几乎正确的字词的不同 就好比闪电跟萤火虫的差异一样 正确的字是闪电 几几乎正确的字是萤火虫 他们的力量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文字的解放 根本没有所谓女王的英语这回事 他已经卖给合伙股票公司了 而且你跟我拥有绝大部分的股权 所以他是反对 一定要用那种最经典的英国式的英语来写作 他是事实上他就是美国白话文学的创始者 那他的时代比我们的这个武士运动 那个时候的白话文学还要早 他是在美国的作家里面第三个被引进中国的人 到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会讲一下他跟中国的关系 那他说幽默的泉源 幽默的来源是哀伤 不是快乐 天堂没有幽默 因为天堂是快乐的 所以天堂里面没有幽默 幽默应该是只跟你哀伤 这是他晚年的时候讲的 那时候他生命非常的黑暗 非常的伤心 因为家里的人几乎都掀他而走 只剩下一个女儿还活着 所以呢 他那时候非常哀伤 那人类困境的源头 他说让我们陷入困境的不是无知 而是自认正确的谬误论断 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自己是对的 可是事实上那是错的 但是我们坚持我们的意见 所以说他说人类的困境是在那里 那他说开卷有益 不读书的人不比不能读书人有优势 你认得字可是你不读书 你不要以为你对你跟那个不认的字人相比 你比他永远没有 你比他更糟 因为你有聪明才智 可是你偏偏不去应用他 写书的目的 他说书是为了使那些 但愿自己能到他方的人而写的 换句话说 你没有办法去别的地方 这个地方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 physical的地方 可能是一个思想 一个境界 你是为这种人写的 因为他需要扩展他自己的眼光 所以你写书是提供他们 所以你的书里面一定要给他们充分的滋养 那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 除了读书之外 他认为旅行很重要 他从小就是爱旅行 他在这个好像是Huggerberry Film里面 就是孤儿流浪记里面 他就讲到说 I don't know I just want to go somewhere Somewhere OK 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他只知道他想要去 去别的地方 那么这是他有名的一句话 旅行是成见 偏执 狭隘的致命伤 许多人仅仅为了这个理由 就需要旅行 对人是能有广泛 整体和慈善的看法 绝不是终生 驻足在地球的一个小角落 就可以获得的 所以他坚持要旅行 那我下面弄了这么多书 这些他有名的书 每一本都是跟旅行有关的 你看第一个 这个Huggerberry Film The Adventure of Huggerberry Film 第二个Innocent Abroad 是这个有人发成傻瓜出国记 我是把它翻成天真旅客出国记 我觉得Innocent不一定是傻瓜 只是很天真而已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Mississippi河上的生活 这是这一条河 就是他一辈子最爱恋的一条河 也是他所有的创作的雏形 都是从这里来的 那另外Following the Equator 这是他环绕的这个赤道 这个做演讲 回来以后他写了一本书 那这也是旅行 另外他这个Tramp Abroad 最后一个 那是我把它翻成徒步旅行 徒步出国旅行 Tramp就是一个 一个就像这个图画里面讲的 就是一个徒步 然后一无所有的人 那这些都是他的好书 但是每一个都跟旅行有关 你就可以知道 旅行对他有多大的这个重要性 他同时自己剖析 他作品畅销的理由 他说我的作品好比白酒 白水 大师的作品好比纯酒 可是人人得喝水 所谓的古典 人人都但愿自己已经读过了 但却没有人愿意去真正去读 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做见证 我在公立图书馆 工作了23年 那我们这个书架的书越来越多 常常都要把旧书去掉 那最好的方法 当然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你真正的走到书架里面 看哪一本书特别烂的 或者特别旧的 你想要把它拉掉 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是用computer来run一个report 我们叫做purge report 那这个report里面 我可以放进一个perimeter 说三年内都没有被checkout的书 帮我print out出来 结果常常print out出来 给我的时候 都是莎士比尔的书 然后呢 莎士比尔书非常漂亮 每一本都金本 每一本都是这个美好的不得了排在书架上 那事实上是没有人去念的 然后马克图文的书呢 在我这个computer的perge report里面 不会出现 因为它是有人看 可是当我真正的走到书架前面去看的时候 那一块的书 在马克图文的那一块的书 都是破破烂烂的 因为它常常都是线装 这个瓶装本 然后很多人去翻 各种人去翻 都是脏得不得了 所以我两三年就必须要重买一次 那这个就是我见证到古典 跟所谓的白水式的作品 它的差异在哪里 因为民众的接受程度不一样 那我们在图书馆知道 学生要做功课 常常到图书馆来找 怎么样协助他们 比如说老师叫他们念 种下业之梦 他不想念 他就跟我们说cliff note cliff note就等于是参考书 那里面就会想 种下业之梦 里面的plot 里面的character 里面的moral 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们就按照那里去抄了 所以呢 我觉得马克图文的书 我最见证了 就是这样 而且我刚去图书馆上班的时候 二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ebook还不盛行 那大部分的书当然都在架子上 那我们电脑的一个keyword search 就是关键字的查索的例子 就是huckaberryfin 那就是弄那一条船 就告诉你说 你要search的时候 你就打huckaberryfin 你就绝对可以search出这本书来 不用整个打出来 你不知道整本书的题目没有关系 你只要它的重要的关键字 你知道就可以了 那你看他们把这个当做 关键字search的一个例子 你就知道 那是多popular的一个东西 那马克图文在美国的文学地位 他终结了新英格兰作家 对美国文坛的统治 使美国文学真正摆脱了服用地位 粉碎了欧洲传统文学的神圣性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美国清教徒到了 到了英国的清教徒到了美国以后 他们常常觉得自己是四等的文化 他们心中所向往的还是他的祖国 那所有的文化语言 节日还是希望能够跟英国一样 所以在基本上他们心里头是一个矮了半截的 可是马克图文刚好就在这个地方 就帮助他们建立了美国人对美国民族的一个信心 所以他说I am the American OK 我是 the American 这个定罐词加上去以后就是真的 我就是美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人 那当时呢有很多人跟他一样也到欧洲去 那去写邮寄 可是他们这些人到欧洲去崇拜欧洲 马克图文不一样 他是把美国本位带到欧洲去 他是用美国本位来看欧洲 然后再做一个批判 所以他的不同最大就在这里 不是说那个时候没有人写邮寄 那时候多的不得了 很多人写邮寄 但是心情不一样 那第二个对美国风格 美国气败的执着追求 使他超越了一大批同时代的平庸幽默家 他的幽默是可以传承下来的 是一百多年 今年他是死了一百一十年 他是在死后一百一十年 他的popularity还存在 那对后期的海明威跟福克纳 这些美国文坛上 李承飞的人物 他产生的非常大的影响 海明威对他简直是 这个赞美到不行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那马克图文引领美国人 走过最动荡的一个世纪 因为他的整个写作 其实他就像是一个 一个客观的旁观者 他又是一个主动的加入的人 他是双重的身份 他把美国十四十九世纪的历史 几乎都用他的文章来写出来了 那他经历了 并且失去太多美国的历史 他历经过二十位总统 从第七位到第二十七位 他看过美国整个历史的转变 而且他是非常认真的在看 非常认真在批判 所以他的批判是对美国的政治 社会 文化 各方面他都有所批判 对于黑奴制度 他更是批判的非常的深刻 那他足迹遍布世界 见识深广 精力丰富 待会我会告诉大家 把他放在整个世界的潮流 整个时代的潮流来看他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感受他的重要性 如果我只讲马克图文 他到底在宇宙之流里面 他是在哪一点 如果你没有这个定点的话 你看不出他真正的价值 那他在一生里面 他跟很多政治社会名流过重胜密 包括很多总统 而且他甚至于还帮一个总统 就是格兰特总统 度过他最后最痛苦的余生 然后他高度的幽默感 他读者的层面非常的广 他写东西不是只写给小孩看 他常常为了写给小孩看 写到最后变成大人也可以看 那作品的热度到现在还存在 这是很重要的 那我要特别推荐的就是说 我希望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再多了解马克图文 那这个是PBS做的一个film 是Kim Burns他做的film 我觉得这个film非常的好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上PBS的网站 应该是可以看的 也许你付一点钱 另外呢我也特别的推荐这本书 American History Magazine 这个Magazine呢 它有一个系列叫说 In His Own Words 就说比如说华盛顿总统 In His Own Words Vangelin Franklin In His Own Words 那这一本是Mark Twain In His Own Words 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诠释 就是他的作品 他的一生 那这一本我非常的喜欢 所以呢我自己就拥有这一本 你们看看 我因为在图书馆工作 很多机会接触到这些杂志 每一本我都买了 每一本我都买 不管是Newsweek Times 因为那个他去世1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股热潮 什么东西都出来了 那我都收集了 那在2015年 大西洋月刊 事实上做了一个评鉴 美国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 100位人物里面 马克图文排名16 排名16 那这次很不容易了 这已经他死了 他已经死了 那个时候2015年 他已经死了100多年 他还是排名在 100位人物的第16位 他说他是我国史诗的作者 就是整个美国的历史 的epic 就是像史诗一样 他是作者 他根本就是每一点滴 他都写出来 他也是我们 美国生活无情的观察者 所谓的无情 就是说 他敢于批判 他不手软 如果你有什么地方不对 那我就批判你 那当然他这个态度也 受到很多的 很多的批评 然后现在回来呢 就谈谈我自己吧 前面几个 Zoom的讲座 都是讲插花的 怎么突然林老师 就跑来讲的 马克图文啊 好像是 锋芒林不相及的 一个东西 那事实上是 这是 简婉姐 在 2007年 7年 邀请我 参与三民书籍 是书局 这个儿童 传记重书的 写作 那我很幸运的 分配到 马克图文 这个伟大的 大文豪 那在2008年 就出版了这本书 结果这一次演讲 我上网路去查 发现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也出了简体版 那这个简体版 我比对一下呢 他当然是把 注音符号 符号拿掉 变成简体字 没有注音符号 因为注音符号呢 在大陆的人 看起来以为是日本字 那事实上是我们台湾 自己的一套 注音符号 那同时 他把作者的前言 后记去掉 把作者所带的 附录全部去掉 那这本书 我觉得少掉了 三分之一 所以呢 前一阵子 为了大家方便 我有从温哥华 order了几本简体版的 那 有人 就是跟我讲说 他需要 我就寄给他们 这个时候 我就会把我 繁体版里面 被漏掉的 被删掉的 全部都copy 一起寄给 这些 买简体字的 简体版的人 那我希望呢 可以帮助大家 恢复原来的面貌 当然简体版 他把它 变成一个 更接近儿童的 我这个繁体版 有点像 The Elementary of Huckberg 本来是要写一个儿童的 写到最后 我觉得我已经超越了 儿童的范围 做了太多的research 那这个简体字就把我 整个往下拉 拉到儿童的那个层面 这也是有它的 这个好处的 不过有一点 我要特别提的 就是我的 这个繁体字版 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 因为马克图文所有的东西 他都是用第一人称 几乎 那特别会擅长用第一人称 可是到了简体版的时候 他把它改成第三人称 那这中间他怎么改的 我就没有时间去比对了 那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而且这个简体版里面 林立学只有在封面上 林立学 然后林立学是谁 不知道 那我再说说 我自己在图书馆工作的经验 使我那么喜欢马克图文 而且愿意花八个月的时间 每天晚上工作到三点钟 因为我有四次的工作 我晚饭以后再工作 差不多是工作到三点钟 八个月内写出了这本书 那我的感觉就是 我当时的氛围 我在图书馆 南方的图书馆 这个南卡 黑人跟白人的比例 大概是50比50 永远都在这个地方 50比50 那亚裔人口大概是 0.2吧 可能是那么少 那我的周遭就充满了 这些会讲故事的人 这是我们图书馆的一些 这个工作人员 左边这个 左边这个叫Darion 他非常的会讲故事 他讲故事的时候 你简直就是 什么都忘记了 就盯着他看 那右边这个 叫做Gail Holmes 他也是非常会讲故事 他们讲故事就有那种魅力 可惜那Gail Holmes 39岁就去世了 那Darion现在已经离开 我们图书馆自己成立了一个 一个公司 专门在做演绎的公司 那我在这种氛围里面 我感受到南方的文化 那我每天接触的客人里面有好多都是黑人 他们讲的话有时候听起来挺辛苦的 尤其是电话上面 如果他打电话进来是我接的 我简直就不晓得他们讲什么 有些时候只好把电话交给下面的员工 然后他们有时候也听不懂 在电话上尤其困难 那同时呢 有一个circle叫做Mark Twain Circle of America 这个是我在哪里发现呢 我去参加全美图书馆协会的时候 发现他们这个团体 每次在全美图书馆协会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meeting 那这个主持人是Dr.Alan Greben 那事实上他研究马克图文四五十年了 那他来主持这个东西 那他们有一大堆librarians就在那边讨论马克图文 这是很有意思的 待会会提到这个Dr.Alan Greben 对马克图文做了些什么事情 然后呢马克图文的一生充满了矛盾 他这个矛盾自我的矛盾 跟外面对他评判的矛盾 那我们看他自我的矛盾是什么 贫与负 他是非常贫穷的出身 后来他变成非常富有 那这中间也有点像做云霄飞车一项 一下子平一下富 一下平一下富 那很贱很贵 他出身是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环境 可以说他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可是后来他变成这个名流 跟所有的将军啊总统都有来往 那物质跟理想的冲突 他本身一直在追求物质的这个享受富裕 那他想尽各种方法去赚钱 可是有时候他又感觉到他跟他的理想越来离得越远 所以他永远在这里面拉扯啊 那我们常常讲说马克图文他个人跟他比名的那个啊 他的比名是马克图文他个人是Samuel Samuel跟马克图文之间事实上就像连体印一样 虽然他们连在一起 可是他们的思想呢 呃这个有点不同 又有些时候错乱 那同时他也是相同跟文明这两个东西的一个冲突 他是相巴佬 最后他变成一个文明社会里面的最 呃最有声望的人啊 那这是他一生充满了矛盾 然后呢社会评论的两极化 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评论他是恐怖的 到最后他变成崇高的 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评论 他是一个他的作品就是只适合给下里巴人念 最后他变成humanity的icon 人道的标志 然后有人说他jester他是一个小丑 可是他事实上是社会的裁判 然后有人说他是一个段子手 他确实是一个段子手 如果他今天还活着 我想所有他的他的他的所有人都被他秒杀了 他的段他的段子比任何人都还要高 然后后来他变成一个大文豪 他是一个投资家 可是有人说他是一个投机分子 所以这就是一个社会评论的两极化 他在这里头也是饱受了这个 干苦 然后呢 我们就回来说 我今天的讲座 我相信我希望能够把这些都讲 最后一个第八个是马克图文与中国 这个就看我们有没有时间 我把它放在最后面 有时间我们就讲 没有时间我们就只好不讲 那从他的时代背景 生平简介 我想各种办法 怎么样能够把它变成最容易懂的 那我制作了很多很多的图片 然后马克图文的地位 他的学界的地位 民间的地位 马克图文创作的四个根基 马克图文创作风格的三个改变 还有作本题材的突破性跟文字表达的特色 这些我都希望照顾到 但是会很很快速的 然后我们谈到他的时代背景 我刚刚已经讲到 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时代的洪流里头来看他 这个很糟糕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 我常常研究一个东西 一定要把它放在时代的背景里面来看 那看马克图文 我们来看看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告诉我们 右边这个粉红色 就是马克图文 他生长的那个时代 美国事实上真正成立州的只有这些 那他是密苏里人 密苏里人 那个时候密苏里在1821年才成立为州 在他的西边全部叫territory territory就是疆土疆域 根本不是州 都没有划分 你看都是一片 然后呢 灰色这一片事实上是西班牙的 跟墨西哥 然后呢 最左上方这个是美国跟英国 英国一起共同同领的 你看看这些 那中间这边叫unorganized的 还没有组织的territory 根本没有没有州界 那他 他生在这个密苏里 那也就是说他1835年出生 1821年密苏里才建立成州 在那个时候 除了密苏里之外 就是西出阳关 无故人啊 这些就是未开发的地区 那我们看马克图文 他如何从密苏里一直往西进 一直进到欧洲去 甚至于最后环绕世界 然后来充实他的写作的生涯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地图 另外呢 我看一下密西西比河 对马克图文的重要性 重要到不行 他后来在世界环绕一筹 又回去看密西西比河的时候 他眼泪几乎掉下来 他说 这是我 我对你的爱永远不会消失 永远不会消失 因为这是他童年生长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这个密西西比河 是重贯美国的一条大河 那密苏里在这里 然后他 他这个生长的地方叫Hannibal Hannibal刚好在密西西比河的旁边 也就是密苏里的最最东南方 那他就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 每天都在河里游 那这个也很重要 这是密西西比河 你看他是美国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 他的盆地这么大 贯穿整个 几乎美国的三分之二都是他的领域 然后呢 对等中国的历史 马克图文的时代 就是相当清朝的道光咸丰 同志光绪宣统 一直到辛亥革命 因为他1910年去世 他1835年出生 让你把他放到这个时代 这个中国历史来看 你就看到马克图文他的冒险性有多少 他当时是如何的走在时代的尖端 然后呢 我们稍微来分析一下他那时候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背景 当时是奴隶制度 是还在美国 也是最引起争议的时候 南北战争 在1861到1865南北战争发生 也就是马克图文的青少青年的时代 他也参与了南北战争 那韬金勒 西部的韬金勒 他也去了 西部的开发 他也去了 英国第二次的工业革命 在这个时候 1840到1870发生 然后就把这个工业的工业革命的精神 引到了美国 所以美国也也开始工业化 然后也资本主义抬头 然后殖民主义也开始抬头了 美国开始想办法要往外国去殖民 那马克图文对这些都有所批评 而且是非常严厉的批评 他甚至于是自己是一个 应该是说一个领导人 建立了一个反资本主义的一个组织 他是一个领导人 然后宗教外销 就是传教士到外国去传教 他也反对 那超验主义的萌芽 这是美国文学复兴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那他也经历了这个时期 超验主义 我不是美国文学的专家 所以我只能说超验主义 就是说经验最重要 经验超越一切 不是看书上的 不是听人家讲的 而是你自己亲历 亲自的经验到的 就叫超验主义 那台版印刷机动化 这也是他那个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而他为了这个 他为了这个破产 因为他投资到台版 台版印刷的机器里面 投资太多了 结果没有成功 那这个将来我们会讲到 然后同时 当时的书本的推销 是用书本的推销制度 南北战争结束以后 很多农民 他们没有工作 于是有人就把他们用了 让他们到严门挨户的去推销书本 所以一本书要出来前先写了几张 写完以后就叫这些人到每一家农民也可以 不太认得字也可以去念几张给他们看 而且里面一定要有很多插图 然后看完以后 看你要不要 要不要订阅 你订阅的话 那他就记下来收钱 每个月交多少钱 然后呢 作家得到很多订阅的人呢 作家就开始把书越写越长 如果订阅的人不够多 这本书就快快的结束 跟今天的Soft Opera是一样的 好的电视剧 一直演一直演 然后本来说30集变成60集 不好的啊 第15集就结束了 那个时候写书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同时呢 这个汽船业就是用烧煤矿 来推动的这个汽船业呢 在一度掌控全美 乃至全世界的交通 那他本身也在 也当过导航员 真的是涨陀过 而且他也坐过汽船 到欧洲到过很多国家去 那这个是很有趣的 他的整个政治经济 社会的背景是这样 每一件事情在他的作品里面都出现了 他都有都有写到 那文学思潮呢 简单的说 美国从英国移民到美国以后 当时殖民时期 殖民时期最多的东西都是神学的步道资料 还有介绍美国新大陆的山水风貌游记 然后第二个时期就是启蒙时期跟独立革命 这个美国的独立革命成功对他们是很大的鼓舞 那这个时候民族文学开始兴起 那所谓的独立革命就是跟英国法国啊 什么西班牙各国打仗终于美国宣布独立了 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启发 然后再下来是浪漫主义的时期 那这时候他打破英国文学在美国的垄断局面 那反对古典主义的形式跟观点 开始崇尚个人的思想感情 那素材完全取自美国现实 然后这个继续发展就变成现实主义 那现实主义的时期里面最重要的一派就是乡土文学 那马克图文刚好就是活在 浪漫主义时期跟现实主义时期的这个两个阶段里面 所以呢马克图文是结合了乡土文学跟西部的幽默 把它形成一个独树一字的现实主义的文学 他的东西没有风花血液 没有无病呻吟 每个东西都跟现实有关 不是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他听来的 那他听来的他也把它转成是第一人称的一个叙述 他最喜欢用第一人称 因为他知道第一人称是可以拉近 你跟读者之间的一种感情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下面呢我来说一下 第一本马克图文的传记 其实是他女儿在13岁的时候写的 那这本传记呢是他女儿偷偷的写 藏在这个枕头下面 然后有一天马克图文发现了 他就假装不知道 就让他女儿继续写 所以这本传记可以说是一个13岁的小孩 对一个大人的最诚恳的忠实的一个观察 那这本呢后来儿童文学里面有人把它做成了这一个 Mark Twain 这是他女儿拿一个很大的笔 那他女儿的这本书是儿童书 那里面就讲他怎么样看他父亲 他说我的父亲其实比你们想象中的那幽默滑稽人还更多内涵 他是一个哲学家 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他并不是像外面人所看到的他 这是女儿所看到的 那这本书后来这个女儿很早就死了 二十几岁就死了 因为得了好像是脑膜炎那一类的病 马克图文很伤心 后来就把这本书 马克图文亲自把它加了注解 把他女儿写的每一件事情 他都加进注解 把它完成 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叙述 因为小孩子观察当然是非常的简短的书写 而且里面错字连篇 那这本书我也有 里面他还保留了女儿的拼音的错字 文化的错字他都保留了 然后他当然是把它更正 那这个女儿很特别 你看他跟马克图文两个人在演戏剧 演什么呢 好像是演的就是这个乞丐王子吧 因为这个女儿特别喜欢他爸爸写的这个乞丐王子 里面的宫廷式的语言的对话 所以他就有一次爸爸出差 回来的时候呢 他跟妈妈还有妹妹还有邻居就组成一个小剧团 他爸爸一进门 他们就开始演戏给他看 那后来马克图文觉得太好玩了 他自己也参与了 他自己也进去办了一个女生 你看看他是一个这么分离的人 他跟小孩完全没有距离 那这个是苏丽就是他的大女儿 二女儿三女儿 那下面呢 马克图文在生前就已经开始有人一直在写他的东西 可是呢他自己在临时前 他躺在床上 让别人用这个数据的方法 由他口述 然后写下了三大册的马克图文的这个字段 我们来看看 他在病床上是天马行空式的口述字段 那由这个Albert Penn来笔录 Albert Penn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作家 他就雇用他就住在他家 连他太太都住在他家 然后整天就是马克图文躺在床上 然后就讲 因为他原来想要说 从小时候一直讲 讲到他后来老 可是他发现不可能 他的头脑是跳来跳去的 于是他们最后就说 不管了不管时间了 你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将来再与我们来帮你整理 那马克图文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的这个传记 你们绝对不要出版 要在我死后一百年 我才准你们出版 因为我不希望伤害任何人 因为这是真实的话语 这里面有很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在这里出现了 那我希望一百年以后这些人也走了 他的子孙搞不好也走了 或者淡忘了这个父母的行仪 他说那个时候你们在出版 那果然是到了2010年 一百年的时候 加州大学出版了马克图文的这个自传 那我第一本出来的时候我就买了 我的妈是700多页 我简直是没有办法缅 后来第二本第三本我就不敢再买了 三大本加起来以后 好像是2000多页 那里面有很多他的手稿 他画图的 他的原稿修正修正又改又改的 那些都保留下来了 那我在这个地方先介绍一下 他的四大名著 那下面以后我们才会慢慢的去讲 因为我怕有些人要走开 他的四大名著是 Tom Sawyer Eleventure of Tom Sawyer Tom历险记 那第二本是Ele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nn 那这个我们在台湾翻成 孤儿流浪记 或者是赫克菲冒险记 这个可能是大陆的翻译 然后第三本Innocent Abroad 我是把它翻成天真旅客出国记 大部分都翻成傻瓜出国记 那第四本是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OK 那这四本是他最重要 最出名的著作 那事实上 Ele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nn 原来马克图文 是在Tom Sawyer这本书 大卖以后 他就想说 我再写一个续集 一个西国 再写同样的是儿童的故事 再写第二本 结果他写也写 写不下去了 他就把它一摆 摆了五六年 等到后来 他又回到密西西比河 重新去游了河 一阵子 回到他儿时 长大的地方 以后 他突然间灵感来了 他又把那个书拿出来写 所以这个Huckleberry Finn 前后花了八年 才写出来 写出来以后 跟他原来的设想 完全完全的不一样 他本来不是要写这个的 结果写成完全另外的一本书 是一个小朋友 一个孤儿 协助一个黑奴逃亡 到自由之地 到北方自由之地的一个故事 一个故事 沿着密西西比河 怎么样的逃亡 那这中间当然有很多插曲 所以呢 我觉得这四本 如果你有空的话 不妨看看 或者是网路听听 都可以找到听的 那听的时候要找哪个版本 我会告诉你 那这个就是 Adventure of Tom Sawyer 那你看 很早期的时候 书皮都是用画的 那这个井 这个井呢 就是在刷墙壁 用白漆刷墙壁的一个井 这是很有名的一幕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Mark Twain 写这本书的这个小朋友 这个Tom Sawyer 事实上是 这个名字是他在 San Francisco跟Nevada 碰到的一个消防队队员 他在酒吧里面碰到 他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听的 所以后来他写这个书 用他的名字 当这个书的主角 而且这个书里面 一般的写小说 写那个Mark Twain的传记人 都认为这本书 就是Mark Twain 同年的自己的经验 其实不是的 他是把他三个小孩 就是他最好的两个 最好的两个朋友 John Bridge 还有William Bowen 这三个人的 共同的经验 集合在一起 他写在这个书 所以是以三个人的 这个儿童时候的 这个记忆 完成的一本书 而不是真正Mark Twain 个人的经验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小段 这是我所看到的 Tom Sawyer Adventure的 最好的一个version的电影 是1938年 也是第一次用彩色 拍这个片子 我们来看一下 甚至是一本书 优优优独播 如果他认识 如果他认识 他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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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比较比较比较 坐下来 吃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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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比较比较 Cousin Larry Miss Polly! Oh Miss Polly! Well what is it Jim? Do you want this wood or this wood? Oh any wood Jim Maybe this wood is better than this wood Oh all right Land of Goshen Your hair looks like a whore arse nest Did you wash your hands good? Gave yourself a lick and I promise I'll be bound Well eat yourself before it gets cold Lord we thank thee for our daily bread amen Bread Cousin Mary please Tom It was powerful warm in school today wasn't it? Yes sir Didn't you want to go swimming Tom? No Well not very much But you're not too warm now though Some of us stuck our heads under the pump Mine's damp yet see Yes If you only pumped water on your head You didn't have to undo your shirt collar when I sewed it did you? Hmm Well I was sure you played hooky from school and gone swimming Didn't you sew his collar with white thread Aunt Polly? Yes I did That thread's black Tom Ouch It could turn black couldn't it? In the sun? You're enough to give a saint the conniptions Yes sir Now you march straight up to bed and right now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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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 don't want any streaks in it, do you, Aunt Paula? Nary a one! I'll tell the boys you can't go swimming Because you got to whitewash the old fence Bye, Tom! 剛剛那一幕是非常有名的 Whitewash the fence 那這個後來在Hannibal變成一個節日 所有人來比賽 看誰刷牆刷得最快 這變成一個很熱門的一個活動 那我剛剛看到那個影片 我就覺得這個小孩演的這一個版本是最好的 因為我所能找到了恐怕至少五六個不同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要看的話 我推薦你看這個版本 那第二本呢是Eleventure of Huckabury Finn 就是孤兒流浪記 那Huckabury Finn OK 那這個Huckabury很有意思 我去參觀了馬克圖文的故居 就在Hotford 這個Connectica 然後呢發現它故居外面 這個草皮的外圍 全部都長滿了Huckabury 它是一種Bury OK 一種Bury 那我來看看 我是不是有照片 Yes 它是Huckabury 是長在那個外面 是一個冬天也不死的一個小野眉 那於是馬克圖文就拿這個當這個小朋友的名字 就說這個孤兒是冬天也不會死的 在怎麼樣艱困的環境之下 它都會活下去的 所以呢 這個名字是非常有意思的 這是我去參觀馬克圖文的博物館的時候才知道的 那這個參觀博物館也還有很多好笑的事情 待會我會談到 那Innocent Abroad 是馬克圖文隨著一條船 那這個船上五六十個這個中上階層的這個有錢人 因為那個時候出國一趟是很貴的 好像是兩千多少塊錢的美金 兩千多少塊錢呢 跟現在比起來大概至少要乘以三十倍吧 那你就看看是多少錢 是六萬塊的美金 那馬克圖文當時遊說了一家加州的這個報社 支持他去參與這個旅行 加州跟紐約的兩家報社 三家報社合起來支持他 然後他就說我旅行的時候 我就會寫文章報道我們旅行的經過 然後我寄給你們 然後你們就可以登 每登一篇你給我二十五塊 所以當時他用這個歌丁 所以他在船上就一直寫一直寫一直寫 寫到終於把他們支持他的那些費用都賺回來了 而且還有盈餘 還有盈餘 那這個時候呢 這就是他寫這本書 是完全跟以前人寫邮寄不一樣 他一反美國人對歐洲文化的崇拜 而以美國本位的角度 重新審視歐洲名勝古蹟 所以很多東西被他一看就說 什麼土耳其 原來是把我的皮都剝光了 什麼耶路撒冷去看了又是又髒又亂又窄又小 這個地方 他就用這樣的角度 然後什麼法國的理髮師包著喉嚨拆點割喉了 那他用這樣的角度來寫這個郵寄 然後Michael Angela每一個人都崇拜他 可是他說我到歐洲發現我的早餐也是Michael Angela 中餐也是晚餐也是中間的dessert也是的時候 我就開始到胃口到盡了 OK 所以諸如此類的另外一個角度 他把美國這些遊客在歐洲所做的一些很不明義的事情 比如說到了埃及金字塔就把金字塔挖一塊回家 到哪個地方有個雕像就把雕像的腳趾頭割一塊回家 他說這些都是不應該的 那他把美國人的這些肉席也敗露了 那同時把美國人對歐洲的一個這個崇拜 也把他衝衝打破了 這是非常符合當時欣欣的這個鮮豔主義的精神 鮮豔也就是超驗 超驗 Transcendentalism OK 所以呢這是很重要的一本書 那最後的這一本有名的書是密西西比河上的日子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那我已經說過這條河是他從小在那裡玩 了解到不行的一條河 後來他到了1882年重新回去 做了一次旅遊 然後在河上面重新做了這個 這個他從超就業他就借了一條船 他就開始開開這個契船 然後回想他以前的經歷 然後寫了這本書 那這本書真的是把美國南方的整個文化都在這裡頭表露出來 好 然後這個我覺得苦行記這本書呢也是很好的一本 所以我就特別加介紹了 就英文叫做Roughing it Roughing 很rough Roughing it 一般人都翻成苦行記 我翻成苦行記 結果發現跟別人翻的這個是有吻合 我在寫作的時候 基本上完全沒有中文的材料 因為那時候是2006年 網路也沒有那麼發達 而且那時候馬克圖文的書 在這個中國大陸還沒有那麼多人接觸他 那台灣是有 台灣那時候新潮文庫有兩本書 翻譯馬克圖文的短篇 結果我現在看的時候 發現他的意比還不錯 可是錯誤很多 定名的錯誤 還有對於美國的異領 美國的這些俗語的錯誤 比如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電影裡面講說 You play hooky H-O-O-K-Y Play hooky就是逃學 跳課 結果翻譯的人翻成 你打取棍球 這是完全兩回事 當我在唸翻譯的時候 唸不通的時候 回去看英文的時候 就發現這一類的錯誤 當然也不能怪他們 因為這實在是需要 在美國真的有 有深入到美國的環境裡頭 所以你才能夠了解這些理語 所以呢 這個Rothinette翻成苦行記 倒是跟別人翻的是一樣 那這個苦行記是寫到 他西部掏金的時候的一些經過 那這本書我覺得也是非常生動的書 那這個我也建議大家有空的話 可以試著去看看 在微信讀書裡面有這個 可是讀到第幾章以後 他就不讓你讀了 你必須要付錢 那為什麼他這麼適合寫郵寄呢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從當領航員 就是在密西西比河上 開這個契船的時候開始 就被他老師被迫養成寫日記的習慣 因為老師一路一直教他一直都教他 他就完全心不在焉都不記得 結果老師過一下問他的時候 說這個這個路標是什麼 他一點都不記得了 而且老師叫他回城的時候 由你來開啊 結果他發現回城跟去城 所看到的景物怎麼好像totally不一樣 他就覺得自己像個大笨蛋 而且老師罵他 他說你連拉一條牛走小巷都拉不動 更何況要你拉一條船 他就開始命令他說 從今開始 我每次跟你講的話 你都要寫下來 他開始養成寫日記的習慣 那這個習慣對於他後來寫作 非常大的影響 啊 這是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他寫作常常從虛構的故事啊 的傳統出發 美國人叫totally totally就是根本是虛構的 你可以一直加一直加 所以叫totally 他容許在他在這個郵寄裡面 東寫一個西寫一個 寫那個敗觀也 啊敗觀也死 寫一些呃 完全不用有情節的東西啊 他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所以不用考慮到結構跟情節 那因此郵寄就可以讓他elaborate 一直elaborate 但很長 那這就是他又特別喜歡說話啊 他又擅長形容東西 所以他寫郵寄呢 對他的個性來講是非常合適的 那這個下面我們就進入他的生平簡介 那我就不能夠一年一年的跟大家介紹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這個比較簡單的東西啊 那馬克圖文這個筆名 他是在1863年才開始採用的 那他是1835年出生 所以1863年他大概28歲 那在這個之前他用的筆名有這麼多 你看josh 乱七八糟的 這法文的 他又講 Thomas Jefferson Snot Grace 這個他寫了很多文章 用這個名字 Snot Grace 是Virginia一個大家族的名字 他自己是出政一個非常 比較平賤的家庭 他很希望自己是一個大家族的後代 所以他就採用了這個last name 而且Thomas Jefferson是總統嘛 他把它拼在一起 那用這個寫了很多文章 你可以感覺到 他是很希望能夠逃脫他童年的那個貧困 然後他也有一個筆名叫Rambler Rambler就是Rambler 我們常常說有人口齒不清的就是Rambler 他寫東西有時候真的是蠻Rambler的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這個亂七八糟的 我也不會念了 OK 那他用了各種不同的筆名 最後他用了Mark Twin這個筆名的時候 他終於大大的成名了 那Mark Twin是什麼意思呢 事實上是航行的一個術語 是測量水的深度的一個術語 一個Twin Twin是兩個fossum 一個fossum是六尺 我們就中文叫尋 那兩個fossum就十二尺 那麼十二尺也就是 汽船在水中航行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低於十二尺 就是你航行起來就要特別的危險 特別的緊張 要小心隨時都會撞到這個下面的這個水域的最下面 那如果超過十二尺就放心了 你就可以開起來就很easy很easy 所以當時他們有一個人一定會在船的後頭 拿一個像像準神一樣的 就下面綁一個一個重重的石頭 然後丟下去 然後就看看現在的水位是在哪裡 所以每一個人所期待的就是Mark Twin 就是說Mark就是記號 Twin兩尋 一到兩尋的時候大家就哇好高興的叫 那有些時候說Health Twin就是六尺 Quarter Twin就是三尺 Mark Twin就是三尺 所以是由這個地方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水的在水域上的生活 對它的影響力有多大 連它的筆名都用這個 而因為這個筆名使它生命大造 那這個確實也是很容易記的一個筆名 然後呢它的履歷太豐富了 我沒有辦法一一介紹 我只能告訴你 他一生做過這麼多事情 12歲的時候他父親去世 他被迫不再去上學了 但是上學對他來講本來就很不重要 他常常跳課 因為他是自己愛念書 他從來不聽老師的 那他就去做了排版工人 然後呢排版工人做完以後呢 他就到紐約也去做排版工人 因為那時候紐約有一個一個 Carnival好像叫水晶 水晶Festival 他就預備去看 他就到那邊去工作順便排版 那排版的時候 他晚上都在這個排版的工廠裡面 把排版工廠裡面所有的書 不管什麼書他都拿來念 因為他沒有地方去 他也沒有錢去玩 所以呢他的知識的累積 其實都在學校之外 他一共只有五年的學校生活 其他的嘗試 其他的呃 東西都是在旅行中 還有在他工作中學來的 然後排版工人做完了以後 他做了呃 脫手啦 就去開船去了 然後後來呢 南北戰爭結束以後 這個脫手做完以後 他又跑去做 南北戰爭結束 沒有結束 尾巴的時候他又做軍人 他只做了十幾天 他就覺得這個行業 不合適我 他又跑掉了 然後後來他又跑到西部去 那做了什麼 做了礦工 他跟著他哥哥 他哥哥到尼巴達去做尼巴達的 其實就是州長 那時候還沒有州 那他哥哥是為林肯做事的 林肯派他哥哥去那邊做secretary 那馬克多恩自封自己是secretary的secretary 他跟著他哥哥去了 那在那個路上也就是寫了那個roughing it 就是苦行記的那本書 就是那個經驗 那到那邊以後呢 他也去做礦工去挖金子 然後他也去砍柴 在加州我記得有一塊樹林是被他不小心燒掉了 現在有一塊空地 在樹林中有一塊空地 好像他們取的名字叫做Mark Twins Forever ok 因為他不小心燒火的時候把整個公寮燒掉 然後把所有的樹也都燒光了 那他也做過記者 因為他從小他哥哥開了一個報社 那就派他在報社裡面排版 然後如果報社的稿子不夠的時候 他哥哥就說 你就自己隨便寫一篇吧 所以他常常在那裡面亂寫東西 寫得非常好笑的東西 所以他從十幾歲就開始 在報社裡面 專門去補白的一個小編輯 然後他做過真正的編輯 那當然他是名作家 他做過編劇家寫過劇本 他寫過一個以中國人為主角的劇本 叫阿欣 他寫過劇本 然後他後來那個 《乞丐王子》也編成劇本 然後他有一本書叫做 《The Yankee in…》 《Yanky in…》 《Yanky in King Arthur's Court》 那本書後來是編劇的 然後他同時呢 對於科技非常的有興趣 他還變成專利發明家 我待會告訴你 他發明了什麼東西 然後呢 他也做了一個出版社 出版書 然後他後來幽默演說家 然後有錢的時候 他當了慈善事業家 他資助了很多人 然後他從世界環球演講回來以後 他變成了時事平民家 每一個人都去問他 然後他同時三度得到榮譽博士 秘書里大學 耶魯大學 寧京大學 都給他博士 他只有五年的教育 你就看到這一生有多豐富 沒有一個作家 有他這麼豐富的這個履歷 那他旅行很多 我就做了這個圖片給大家看一下 他旅行過什麼 這些白的就是他沒有去過的地方 只有六周他沒有去過 各位要想想 那個時候的旅行有多不方便 是坐馬車的 那時候鐵路都還沒有建好 那沿途奔波的那種生活 他都一點都不怕 因為他年輕嘛 而且他本來自己本身就像一個流浪漢一樣 他只有六周他沒有去過 這個白的 那其他的他這個比較深色的是他真的在那裡有待過比較長的 那點點點的就是可能他在那邊待個兩三天啊 一個禮拜 這種我都把它分類了 你可以看到他在國內的旅行是幾乎整個美國他都走到了 然後我們再看看他足跡遍布五大洲 這是後來他演講的時候 他因為欠了一屁股在宣布破產 然後他為了個人的榮譽 他不接受任何的資助 他說他可以把錢賺回來 他用什麼賺 用演講來賺 所以他從紐約出發 紐約出發 跑到溫哥華 然後從溫哥華上船 一直到了唐香山 這個蘇瓦 然後紐西蘭 然後澳大利亞 這樣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所有的英語國家他都走遍了 然後繞了一圈 一圈然後再回到美國 這一共是花了一年多一點 做了一百二十二場演講 把他欠的債全部要回來了 全部還的一分錢都不欠人 這是他個人的榮譽 他從此以後就變成英雄 他回到美國的時候 沒想到這個在碼頭 這麼多記者 這麼多媒體在等待他 要訪問他 就認為他簡直就是 簡直不可一世的英雄 不接受任何憐憫 那這個他熱衷科技 我們來看看 那時候腳踏車剛發明 腳踏車是這個樣子 他也買了一個腳踏車來騎 當時候艾迪森啊 這些人剛好在發明電啊 還有Bell Lab在發明電話 他買了電話 他買了電話 這是他的電話 他在他的書桌上面 然後呢 他也跑到那個 人家弄電的這個 Lab裡面 去玩了一下電 然後熱氣球當時剛出來 他也去搭了熱氣球 然後這個Buggler Alarm 盜竊的這個機器 當時剛發明 他也裝了盜竊的機器 那這個時候他寫了好多文章 都是關於這些這些東西的 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然後呢 那他開設的出版社 由他的職兒 Charles Webster 來做主持人 他出版他個人的書 同時他還協助了 協助第18任總統 Grant的 biography出版 幫他賺了很多錢 然後給他的遺孫 因為Grant死掉了 家裡是分文都不存 那馬克圖文很同情他們 讓他們做了這件好事 然後呢 後來這個出版社 因為Charles Webster選書 不善於選書 出版了很多不熱門的書 結果就破產了 破產了 但是馬克圖文 他是第一個倡導 作者權益跟智慧財產的人 他跑到國會去 跟他們說 Authorship 還有Copyright 這是我們作家一定要爭取的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偉大 那在美國Copyright是 只要你這個 這個書是百年以上 Copyright就自動消失了 所以現在你要古典音樂 你可以去彈巴哈啦 彈什麼人的音樂 你用他的曲子 根本沒有Copyright 可是在100年內裡面是有的 那Copyright也在美國 是非常嚴肅的一個主題 那馬克圖文他發明的專利品 如果男士們有穿這個 吊帶的長褲的話 那個吊帶那個判扣是他發明的 女士們有穿胸罩的話 胸罩後面的那個勾勾是他發明的 然後他還發明自年性的這個造像布 他發明的一個歷史的game 給他的孩子玩 他發明了一個邦尼記年代的一個裝置 而且他把自己的肖像 這個他取得肖像權 你要用我的肖像 你就必須要付給我錢 那用他最多的就是香煙 因為他九歲開始就抽煙了 抽那個自己捲的 亂七八糟的很很差的煙 那他一輩子都抽煙 他說我的抽煙呢 是我睡覺的時候不抽煙 我醒來的時候一次只能抽一根煙 從來不一次抽兩根煙 這是他自己講的笑話 那所有的煙都想要用馬克圖文的相片來廣告 所以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然後呢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排版機 他投資了30萬美元 那個時候的30萬美元 大概估計相當今天的930萬美元 到這個排版機 我看到了這個排版機 在他的Museum裡面 還剩下世界上唯一的一台 一共只做了兩台 這兩台每一台裡面有一千 一萬八千個零件 經常零件都是壞掉 所以呢效率不好 因為當時這個發明這個 這個機器的人跟他說 十六倍於手工的排版 馬克圖文 因為他自己小說是排版的工人 他對於這個排版的效率非常的講究 所以他認為說這個太好了 我今天如果有十六倍的數目來排版的話 那這個出版業就非常的方便 所以他就一直投資一直投資 最後他投資了30萬 最後他真的 這本了 他的生命中 把他的生命逆轉的人 就是他的太太 雖然雙方有所謂的 Oliva Landon 這是他太太 非常漂亮的那個女孩 那因為他認得這個女孩的哥哥 他看到這個女孩的照片 一眼看到他就愛上他 他就想要娶這個女孩做我的太太 後來他就去拜訪 這個他的朋友家 就碰到這個女孩子 他跟馬克圖文差十歲 他碰到馬克圖文的時候是二十二歲 那馬克圖文幾乎那個時候形象就像個Resco一樣 就是頭髮披露扇髮 然後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是很不講究的 可是這個女孩子家庭是百萬富翁的女兒 而且教育水平各方面都非常好 所以完全瞧不起馬克圖文 那馬克圖文就在他家做客做了兩天 沒有給女孩留下什麼印象 結果他要離開的那一天 他就上了馬車 我相信是馬克圖文做了一個手腳 他馬車一開動的時候 他那個整個車子就全翻了 翻了一個跟斗 馬克圖文從上面摔下來 他就受傷了 腿就受傷了 於是被抬進房子裡面 他就多待了兩個禮拜 這兩禮拜他就製造很多機會 跟這個女孩子這個談話 然後增加他的印象 後來馬克圖文用一年半的時間 寫了184封情書 給這個女孩子 終於擄獲了芳心 他終於娶了她 那我們來看看 馬克圖文娶了這個太太以後 唯一他跟太太講了 就說你 You have to make me into a better man 你要把我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所謂更好的人 就是更有教人的人 而且是一個基督教的信徒 在當時的人的觀念是這樣子的 但是馬克圖文做不到 他常常生氣想要罵人的時候 跑到外面去大喊一陣 喊完又再進來 OK 那這個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本儀你在嗎 可以幫我們唸一下 好的 有次馬克圖文在家附近溜達 有個無家可歸的人走近他說 先生你可以給我一點錢買東西嗎 膽命人你過來 我可以給你買杯酒 馬克圖文說 我不喝酒 那我給你買包煙可以嗎 我不抽煙 那我明天給你兩塊錢 押飽那匹包贏不輸的馬如何 我也許有做錯一些事 但從來不賭博 那人驕傲地回答 先生 你可不可以少說幾句話 就乾脆給我分錢去買杯咖啡吧 聽我說 馬克圖文突然靈感大作 我請你到我家吃個大餐 介紹你認識我太太 我要讓她知道 一個不喝酒 不抽煙 也不賭博的人 會有怎樣的下場 我們看這個馬克圖文寫這一段 非常有意思 也可以看出她太太要怎麼樣改造她 因為她喝酒 她抽煙 她喜歡賭馬 結果她就不知道這個人 她寫了這個故事 就說我要讓我太太知道 又不抽煙又不喝酒 又不賭博的人 最後的下場是什麼 就是一個street person street people 這是很有很諷刺性的 那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她太太是如何的 辛苦的 在跟她相處啊 那我們再看馬克圖文 經濟狀況的起落 她出生在這個 Missouri的一個小城 叫做Florida 不是現在的Florida 是一個小城 她這是她出生的時候的房子 很破落 後來7歲她就搬到Hannibal的這個白色的兩層樓的房子 那這個時候她在這裡一直住到她差不多17歲 離家的時候一共10年 那以後她就再也沒有回去過 那這個是Florida 她在水牛城她娶了太太以後 她的岳父送她一棟房子 在她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 不但送一棟房子 裡面還有用人都好了 家具都排好了 然後同時給她買了一個股東 就一個報社的股東 Buffalo Express的股東 讓她去那邊有事情做 她的岳父 當馬克圖文去求婚的時候 她岳父跟她說 嘿 年輕人 我想需要有一些reference 你給我一些你的reference吧 結果馬克圖文就給她三個人 然後這個reference回來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說她是賭徒 罪鬼 一無是處 所以這個岳父呢就說 你是沒有朋友嗎 你怎麼會reference 得來都是這樣 那馬克圖文說 我給你這三個人是認為 他們會為我說謊的 就像你會為你所愛的人 你喜歡的人說謊一樣 結果沒想到 他們竟然不肯為我說謊 那這個岳父就說 這樣好吧 以後我就做你的好朋友 我就是你的好朋友 你一定要好好的對待我的女兒 所以就這樣子的送她一棟房子 那後來她發了 她蓋了這個 在哈特佛蓋了這一棟奇奇怪怪的房子 這個我去過 非常漂亮的 裡面的裝潢什麼都是非常的豪華 那她寫了一本書叫做Gilded Age 鍍金年代 那鍍金年代就在這裡寫的 而且寫的就是這個時代的生活經濟的這個背景 那我有一次到芝加哥去看一個一個私人的民進 我進去以後我就覺得 My goodness 這個房子簡直就是馬克圖那種房子的內部的裝法 後來我知道那個房子的建立的時代也就是同樣的那個時代 就是19世紀末頁的時候建的 然後後來她在1908年其實說她太太已經死去以後 她在這個Rading Connected Rading又蓋了一個這樣的房子 這好像有18個房間吧 那這個地方叫做她把它取名叫Stormfield Storm 風暴 風暴之也 那事實上她已經感覺到那個時候她面臨的就是各種風暴 她的人生已經走到尾巴了 那這個房子後來燒掉了 那這是她經濟的奇異 我們看她住的房子就可以知道 她社會的體 社會地位的提升 她第一個工作是排版工人 她這身上戴了這一個腰帶 要在前面寫一個SAM 這個SAM是她的名字小明 是倒過來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 這其實就是排版工人在用的東西 因為一定要倒過來就像印章 倒過來打上去才是對的 她用那個東西來做她皮帶的判扣 那這是她後來做導航員的時候 她賺250塊每個月 那這個250塊幾乎是跟總統賺的錢差不多 所以那時候她很有錢 然後這是她去挖礦的時候 這是她 那這是她結婚以後 就變成一個社會名流 那生活非常的好 她的家庭非常的圓滿 那這是她後來破產以後 到處旅行到處去演講的照片 那這是她跟海倫葛勒 海倫葛勒14歲的時候認得馬克圖恩 她又農又蝦 馬克圖恩支持她 幫她找錢讓她去念書受教育 所以他們兩個是很好的朋友 這是馬克圖恩得到的榮譽的博士學位 你看她社會地位的提升 那民間的知名度 我們來看看她多知名 她死的時候在上語上 她的好朋友Charles Webb 寫了一個這個埃道文裡面稱她 The Wild Humorist of the Pacific Slogan 她是大西洋邊那個斜播的一個 很野的很野的一個幽默家 Wild 很開放很野的 同時她也是Man 是指這個美國大陸的Moralist 道德家 所以她是兩個極端 那這是她去世的時候 在上語上 人家就已經這樣稱她了 所以她的名聲不是到她死後才有 她生前她就已經建立了 那這個是馬克圖恩 The Price for American Humor 我們知道福克納他們建的獎品 都是給Writer 她的人家給她建的是給美國幽默大師 那我們看看誰得到這些獎 這些人你大概都認得 你看看這些人 認得嗎 這些人 一個一個你坐在電視上看過 不是名嘴就是名演員 那Ubi Gold Goldberg是不是 這個字看不見了 給我摺起來 Goldberg 他其實演了一部電影 是由馬克圖恩的The Yankee in the King Arthur's Court 他們把改成The Connected Yankee 那由他來當主角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這些得獎人都是非常有名的 那他們得獎的時候都有一個演講 那那個演講都是在模仿馬克圖恩 可是我個人認為他們沒有一個人得到馬克圖恩的真諦 那這下面還有一大群人 這些都是你的 你認得的 很多是Saturday Night的主持人 那這個是這個人呢 叫做Hell Holbrook 他從大學的時候就開始模仿馬克圖恩 然後1954年他就做成了一個馬克圖恩Tonight Show 在電視上一直run一直run 這個人現在還活著 那我們來看一段他怎麼樣模仿馬克圖恩 這可能是最接近馬克圖恩的幽默的一個人 其實當時 spo去珍藝 在閉 franc分守 fonction 當我後面往下山 Dante 去家是黃色那種種 我 топ過不見 我沒有找到 yep黃色 但我聽到金汶 講大意 Out 他聽到一個很有名的骷� 從小sp Weekly 現在金汶 很有名的小 Tragan 雖然風光 曾經有這麼好的 他們贏了 优优独播剧场—— My grandfather got that old ram from a fellow out in Sisview County and fetched him home and turned him loose in the meadow. And next morning he went down to have a look at him and accidentally dropped a ten-cent piece in the grass and was a-stooping over, fumbling in the grass to get it. And the ram healed up the slope, taking notice. But my grandfather wasn't taking notice because he had it back to the ram, don't you see? Well now, Smith of Calaveras was standing there. Wait a minute now, it wasn't Smith of Calavera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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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was a Baptist. No, no, it was Smith of Tulare County. Of course it was. I remember it now perfectly clear. Well, Smith of Tulare was standing there. And, uh, Smith of Tulare was standing there. 我们必须要在那里停了 他在演讲的时候 故意做成absor-minded的样子 而且故意在很多地方 都觉得他好像忘记了 然后他就在等观众 等听众 等等的时候 自己发酵出来 这是他所要达到的喜剧的效果 所以呢 后面我会分析 他对于yumor的界定 是怎么样界定 yumor跟滑稽 跟wit 是不一样的 跟机制不一样的 那这是马克图文的图书馆 的博物馆 全国有这么多博物馆 因为他足迹遍布everywhere 所以呢 我们看到 没有一个美国的作家 他有这么多纪念他的地方 他是最独特的一个 那其中有三个 我要特别讲的 一个是Hotford 这个马克图文的 后来很豪华的那个家 那一个是 Elmira这个 college 的马克图文的图书馆 那另外一个是 Hannibal 它同龄的地方 这三个地方是最值得注意的 那其他的地方比较小 如果各位有去旅游的话 不妨 去给一下当地的情形 你看每个州 Nevada California everywhere都有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他的Hotford 的Kinnetica的房子 非常漂亮 我去参观的时候 我问了一个问题 把那个导游吓了一跳 因为他没想到 一个像我这样子的人 会问这个问题 我问他说 马克图文当时 丢出去三件衬衫的 那个窗户在哪里 他是愣了一下 他最后跟我说 我们这个房子 全部remodel过了 那个窗户已经不见了 那我不晓得 他这是真话还是假话 因为这个房子 曾经变成学生的宿舍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Afford出去 后来他死后 这个房子可能就 卖给别人了 然后最后才 由公益团体 把它买回来 建立成一个 一个music 所以他跟我说 那个窗户已经 已经不见了 那为什么我知道 他丢出三件衬衫呢 因为他每件衬衫 穿的时候都少了一个扣子 他很生气 那他是一个非常的 粗鲁的人 他就从窗户那边 第一件就丢出去 再拿一件 还是缺了一个扣子 又丢出去 连续丢了三件 那这件事情都被他小孩 记录下来了 那这个就是他建的那个房子 事实上左林右色都是名家 你看这个黑奴玉天鹿的 这个Harriet Feature Story 他的房子就在马克图文的隔壁 就是因为这个马克图文才去那里建这个房子的 因为这个房子我们叫做Nuke Farm 是一个Art Colony 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像殖民地一样 全部住在这里的人都是Artist Architecture Writer 那这个是这个Story的子女住这里 那每一个房子都很漂亮 而且都里面都是有知名度的人 那这个是他小时候住的Boyhood的家 那这个是在Hannibal 那这个也是变成一个Museum 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是他在这里长大 所以他们建了很多纪念的东西 你看看有他的人物 有灯塔 还有这些节日 就是在刷墙的比赛 我必须要快一点 然后呢这是Elmira College在纽约 他们最后把马克图文经常在里面写作 他所有的名著都在这里面写的 他们就搬到搬到这个大学的校园里面 然后这个大学就成立了马克图文读书馆 是学者要研究马克图文的人 可以到那里去用他的材料 那不能借出来 只能在里面使用 然后作品人物原型的来源 其实就是密西西比河 还有西部 Nevada California 那些地方 还有圣地游 他就是到欧洲 耶路撒冷去玩 然后西班牙 还有意大利 还有埃及 他这样走一圈以后 这些时候他记录 他怎么记录呢 他真的很 他是写日记 而且他画图 他看到一个人穿什么衣服 他把他画下来 素描 然后看到一个人的姿态 比如说手指 他怎么样子的 喜欢 有一个故事 有一对双胞胎 他们两个 就是说是杀人犯 他们搞不清楚是谁杀人的 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 结果是靠 其中有一个人 有一个手 喜欢讲话的时候 喜欢在脸上画圈圈 就靠这个动作 分析出来 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所以这是他在旅游里面 他观察到的 那他旅游里面得到的原型 有这么多 擅长演说的政治家 厚言无耻 蛊惑人心的煽动者 亲近别人而容易上当的受害者 顽固子力 吹牛皮说大话的无赖 既无之又 偏见的边疆居民 盲目的乐观牌 还有一本正经 故作镇定 然后讲述 诽谐故事的西部人 这些都是他在旅游里面 得到的 这个原型 那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 同时代的学员派 美国之家有这么多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名字 Amazon 赫姆斯 赫商 朗菲罗 比切斯多 索罗 这些人都很有名 他们都是哈佛的毕业生 没有一个人像马克图文这样子的 然后他同时代英国的名作家 有的是Henry James 还有Robert Stevenson 他们两个 其实这个Henry James是美国人 可是他大部分时候都在英国生活 那他们两个也是当时很有名的作家 像Henry James 我记得他是Ghost Story最有名 那Robert Stevenson呢 他是Trader Island的作者 那他们都跟马克图文不一样 都不一样 然后呢 马克图文得到了文学界的美誉 我们刚刚说 海明威受他影响很大 他说马克图文是 美国本土文学的开路先锋 美国文学的文学界的林肯 为什么叫林肯呢 他liberate American literature 他解放了美国的文学 让他不受欧洲的影响 所以他说他是林肯 那美国幽默界的莎士比亚 今天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书 除了Bible跟莎士比亚以外 第三个就是马克图文 他是一个国家的现象 National phenomenon 他是美国的原创巨星 这是后来的人对他的一个称谓 那马克图文写的长篇小说 为什么我说今天非常困难 让我不晓得怎么样子讲 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实在太多了 那他的红字的就是他最重要的几个 我们刚刚已经都介绍过了 那其他还有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书 那我们看看这个下面还有一个长篇小说 还有这些也都是有名的 那最后到了1990年以后他写的这些东西呢 亚当日记金华录啊 夏娃日记金华录啊 还有Stonefair Stonefair就是Stormfield 我刚刚说的那个漂亮的房子 它取名叫做Stormfield 那这些后面这些书里面 他几乎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哲学家 可是我觉得他失败了 我去念了夏娃跟亚当日记的时候 我不觉得好笑 失去了他原来的那个幽默的色彩 他最后是相当苦涩的 相当苦涩的 所以他真正成功的东西呢 应该是在他住进哈佛的那十年 那十年 应该说是1970几年到1980几年的 不是1870几年到1880几年 那十几年的光影里面 他写的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最具有代表性 然后呢 他的短篇小时你可以在网路上看到 我是故意这样子弄一下 你们可以screen capture 就可以去找 我就不用多说了 那这是亦凡读书网里面 也有这些短篇小说 每一个人选的不太一样 那这微信读书非常棒 有很多中意的东西也译的 都还很不错 那我都推荐给大家去看 可是他写这么多书 他却是遭遇到最多的禁书的 在禁书排行榜里面第五名 1990年的时候 这个ALA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说在1990年代 禁书排行榜第五名 就是马克图文 那我赢了几个反对他的 一个是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 说他是粗糙不雅 低俗的经验 比较适合下里巴人 另外一个你很surprise 是小妇人的作者 Elcott 他是第一个起来攻击马克图文的人 叫图书馆跟学校 把马克图文所有东西都下架 因为他说如果你不能想出更合适年轻人的纯洁的心灵的文词 你最好不要写 那马克图文对这个他怎么看呢 你看他的说法 他说 Conquer图书馆把孤儿流浪记看成垃圾 只能让向你巴人读 这无疑帮我再卖再多卖五千本 你越近我的书越热门 本来不看的人现在也去看了 所以他说我泪眼汪汪的唯恐 这些噪音将造成更多纯洁的人 他会受害 因为他们又开始去买书来看 所以你最好不要近我的书 你越近就越糟糕 这是他非常轻松的对待背景 他每次上架下架上架下架 我在图书馆工作我就知道 只要有人稍微讲一句什么话 我们马上要重新审核那本书 有些时候是在小孩的这个section 就被人家一说了以后 我们立刻把它放到大人的section 这就没问题了 那根据马克图文的作品改变了 电影这么多 这么多 每一个都好多版本 我希望大家到YouTube去找来看一看 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马克图文创作的基础 我提出四个 一个是旅游 一个是阅读 一个演讲 一个说故事 那旅游跟阅读 我们刚刚都已经 大概都有接触到了 那下面我再讲讲他 他阅读的习惯 因为他当排版工人的时候 就越近所有的书 在汽船领航员的时候 他就把船上所有的书都念了 他去旅行的时候 他就把旅行的船上 所有的图书馆的书都拿来念 因为他太喜欢书了 然后呢 马克图文读过哪什么书呢 我刚刚说过 这Alan Greben这个Professor 他花了好多精神45年的时间去研究马克图文读了什么书 他的结论是说他至少读过5000本书 虽然他有时候不太承认 那他从这个地方他说看出马克图文对于自己从小失学 信中的遗憾 他为了弥补他教育的不足 他做了这么多努力的工作 所以他的成功是他努力出来的 并不是说他很轻易的就捡来 当然他有天赋 但是他有很大的努力 那他以演讲起家 从夏威夷回来以后就开始一人串的演讲 那他的第一个演讲 我非常有趣的介绍给他 他的广告牌是这样写的 他说豪华乐队将在城里 但是尚未预约 一窝生气蓬勃的野生动物将在隔阶游行 隔阶不是为了我 灿烂夺目的烟火将来助阵 但这个想法随即被舍弃了 那火炬大游行或许可期待 但是群众你可以想whatever you want 而且大门七点开麻烦八点来 这一句变成名句 他以后所有的演讲都是切了这个 Door opens at 7 And trouble comes at 8 OK 这是他的名句 那一生演讲的记录是这么多这么多 我说过他最后为了还债 他演讲了122场 他中间还跟人家组成一个Duo 一个两人的这个演说坛到处去演说 那他曾经环绕这个赤道 这个做过一年一整年的演说 那这些真的不得了 那我们看看 他为债务80万的美金 相当现在2500万 他演讲了122场 这是他的肩膀 然后呢 他常常被人家邀请去晚宴上面讲笑话 有一次这个格兰特将军的盛宴 他讲了这个笑话 Lucy拜托你帮我念一下 有在你的单里面吗 没有 没有 他我就请莉莉 袁莉莉拜托你念一下 因为我一直修改 好 就在此时此刻 在美国境内的一个摇篮里 正躺着未来杰出的美军总司令 而他现在想的并不是怎么树立威信 履行职责 而是将整颗用来运筹帷幄的心 都用在想如何才能把他的大脚趾 大脚趾头放进嘴里 这并不是说不尊敬在座的各位贵宾 而是说在五六十 十五年前 他的注意力就在这上面 如果说儿童是成人的父亲 那么没有人会怀疑他能否成功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当时的一个将军 他刚好生了双胞胎 那他们请他去演讲 他就说你讲讲女人吧 他就说女人讲太多了 没意思 我就讲婴儿好了 所以他就搞了这个很有趣的笑话 让大家笑也不是 不笑也不是 因为他说你们五十几年前 每一个人都在想怎么样啃脚趾头 然后最后又说 可是婴儿就是将来承认的父亲 你不能说他失败啊 他成功了 然后大家都哈哈大笑 所以这是他的幽默的一个例子 这是在宴会上的 那这种事情在他一生里面太多太多 多到他后来就不想接受邀请 那他讲故事的来源 其实有三个 一个是黑奴 Uncle Daniel 这个黑奴事实上是他阿姨家的一个黑奴 他跟他很接近 他常常就听这个Daniel讲故事 他从那边学到了 学到什么 Golden Arm这个金手臂这个故事 是从这里来的 然后矿工是他开矿的时候 有一个Dick Stoker 这个人讲的一个故事叫Blue Jay 然后另外一个调酒 调酒师叫Ben Koon 这个人讲的是Jumping Frog 那这三个后来都被马克图音运用了 Golden Arm几乎就是演讲 但是Blue Jay跟Jumping Frog 全部都写成小说 那Jumping Frog是他出名的第一篇小说 那这个小说到底是怎么写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 我觉得这一段很有意思 就是金手臂 有人利用同样的技巧 拍成这个电影 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就是Golden Arm的故事的技巧 这个人模仿的非常的像 那我们图书馆那个 讲Golden Arm的那个黑人 他的讲故事方法就跟这个人很像 全场的小孩子都是集中精神 那这个Blue Jay这个故事 也是他写出来 他说What stomp the Blue Jay OK 那这是用Blue Jay来形容 人类解决问题的方法 常常缺少极见 都是跟着别人走 可是猫头鹰来了 就看了以后就一眼都不瞧 就离开了 那猫头鹰跟Blue Jay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鸟类 Blue Jay据说是最talkive的 最会express它们的feeling的一个鸟 它们在的话永远都是呱呱的在叫 而且声音都不一样 那猫头鹰刚好是夜间活动的 它白天是什么都不管的 所以它用这两个鸟类来形容 两种不同人类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这也是它写来的 那另外呢 这个就是Jumpy Frog最有名的故事 也是它成名的第一篇故事 那这个故事我们今天看起来也许觉得不怎么滑稽 可是那时候全美国各个报纸都转载 转载到它马克图已经变成大家公认的一个幽默的大师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Jumpy Frog 后来甚至于在美国形成一个节日 大家就在跳蛙比赛 每一个人都在带自己的青蛙去 看谁的青蛙跳得最远 这个美国人虽然是非常翻你的 那这个本仪拜托你帮我念一下这个 我奉从东部来信的一个朋友的命 去拜访了好脾气 却唠叨的老三门废乐 并遵照嘱咐听我朋友的朋友 李奥尼达斯斯麦利的下落 我于是下了这么个结论 我私下怀疑 李奥尼达斯斯麦利根本就是一个子 虚乌有的人物 我的朋友压根就不认得这个人 他只是想 如果我问起这个人的下落 就会使老费乐想起他那位 臭名昭彰的吉姆斯麦利来 然后他就会很费劲的 拿有关吉姆斯麦利的那些老人的 一无是处的冗长琐碎往事 来疲劳轰炸我 如果这是我朋友的设计 那他可真是得逞了 塞门费乐把我逼到墙角 并用椅子挡住我 然后坐了下来 滔滔不绝讲述了以下这个枯燥无味的故事 他一笑也不笑 不揍一下眉头 不改变他最初开讲时 那种平稳的语气 而且不显现丝毫的激动 但在整个冗长的叙述中 他流露出一股令人印象深刻的真挚与诚实 这明显的告诉我 在他的想象里 他说的故事没有任何荒唐或可笑的成分 他深信这是一件很紧要的事 而且他钦佩故事中的两位主人翁 认为他们的技能绝顶天才 我就让他尽情讲下去 从不打断他的话头 好 那这是两段这个故事里面 我摘下来的 那你听的时候又听着头脑脏啊 因为他一直转一直转 所以他这个故事的技巧是 层层叠叠的故事包装 从东部老朋友 这个老塞门费乐 然后到李奥尼达斯斯麦利 这个名字又是又臭又长 然后到最后才是吉姆斯麦利 这三层一个一个的包装 把你赚得头昏了 然后呢 这个故事里面是主要是讲说 有一个人很喜欢打赌 他什么东西都要打赌 结果他打赌呢 有一次他就打赌青蛙 他说我的青蛙可以跳最远 那谁要跟我打赌 我们就来比赛几两金子 好像四十两吧 四十块美金吧 结果就来了一个陌生人 从外地来 这个陌生人就觉得莫名其妙 这个青蛙有什么了不起 他说那我就给你打赌吧 四十块就四十块吧 那可是这陌生人说 可是我没有青蛙 那这个 拥有青蛙的这个人呢 有点蠢啊 他就说那没问题 我去帮你找一只青蛙 我去抓一个青蛙 那我这只青蛙 你先帮我照顾着 所以他就走了去找青蛙 那这个陌生人呢 就开始动脑筋 他就把他这一只 被放在他手中的青蛙 他就装了很多铅蛋 就钓鱼用的那个铅球 把他装到青蛙的肚子里头 然后这青蛙就变成很胖 而且很重 然后呢 呃这个主人 抓了一个新的青蛙回来以后 就说好了我们开始比赛 然后一喊一二三呢 他这只青蛙怎么样也跳不动 所以他就输了 那这个陌生人就拿着四十块拍拍屁股 就走了 那这个主人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这里头想 他所要表达的就是说 在社会的习俗里面 常常是一个神秘人物 从外地来的人物 他会有智慧 他敢于挑战权威 他可以冲破既定的成规 这是他这个故事的Moral是在这里 那他讲故事的时候 他有一段形容说 那个人讲话的时候是面无表情啊 是僵尸脸 叫做Dead Pan 那别人笑 他自己一点都不笑 那这就是马克图文讲故事的方法 他非常的擅长 而且他一定要把故事 怎么样子转 转到最后都是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这是他说故事的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那我们刚刚只看了一小段 所以你不一定能够真正体会到 可是我这样讲了以后 你将来再去看的时候 可能可以感受到 那马克图文作品的特色 《易在比仙》 其实就是文以载道 他的文以载道 是用幽默的方法 把它表现出来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他很难过 很枯燥 很道学 所以这个《易在比仙》 我说过 他没有风花血液的东西 他没有男女爱情的东西 全部都在批判社会 他喜欢用第一人称来说故事 他有戏剧性的情节 夸张歧视 故弄玄虚 他对人物的刻画非常成功 前面这几条 几乎大家都同意 没有人反对 那真的最反对的 就是后面这两条 我用黄线 善用口语跟方言 这是很多人来批评他的 因为他不在乎斯文扫地 那他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 讲话一定要符合他的身份 不可以每一个人都说 Yes, ma'am, madame 不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人的说话不一样 另外他的幽默的形式 有的人得不到他阴默的重点 然后就觉得他很粗俗 那所以这两点是他最受批判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他自己在写 Huckberry Finn的时候 他那本书的前年 他写他说 试图在这篇故事里面 找寻动机者将被起诉 试图从其中寻找寓意者将被放逐 试图从中寻找阴谋者将被枪毙 其实他的书里面 有动机有寓意也有阴谋 所以我说这是此地无影三百两 他告诉他说你不要挑衅我 因为他这本书写的是 一个小孩协助黑人 黑奴逃亡的整个经过 那这里面就违反了当时社会的精神 尤其是南方 南方是觉得黑奴一败 卖身以后就是终生就要在那个地方留着 不管你跟你的太太孩子怎么样分散 你都应该留着 那他这个小孩最后就讲了说 I will go to hell 我写这个故事 我讲这个 我帮这个人 那我就go to hell 没关系 我去我下地狱吧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你不相信 黑奴是是应该被白人所奴隶的话 那你就是要下地狱 他说我go to hell ok 所以这里呢就是讲了 此地无影三百两 他的勇敢的精神 那他题材的突破性 总归来讲 可惜人性 批判社会打破传统 义无反顾 然后效忠有泪 他的效里面都是充满了泪水的 那他的文章我把它分类一下 他观察现陷阱记就讲什么选议员啊什么要选总统啊什么做公家的这个工作会遭遇到什么事情 然后呢发财梦 他写的最多 因为他一辈子都想追求财富 他在加州曾经有一度 几乎自杀 因为他已经穷到身上 真文 身无分文 一毛钱都没有 他每天躲在旅馆里面都不敢出来 到晚上才出来 外面散散步 也怕旅馆的人向他要钱 他也没有钱可以买食物 他甚至于在路上要捡人家丢弃的苹果来吃 他已经穷到那个地步 他对于发财是非常有梦想的 那这里呢 我就举一个 有一对夫妇 他们对于一个遗产 他们想要得到的时候的心情 跟他后来失去的心情 拜托本尼帮我们念一下 本尼还在吗 好的 这对夫妇过了三天腾云嫁务的日子 对周围的一切 他们只有迷迷糊糊的意识 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隐隐绰绰的 就像照在沙漠后面 他们沉溺于幻境之中 常常听不懂别人说的话 回答自然也是颠三倒四 东一狼头西一棒锤 沙拉丁卖蜜用棒锤 卖糖用齿粮 顾客要蜡烛却给肥皂 一来刻措把猫放到盆里洗 把牛奶倒在脏衣服上 他莫名惊诧 叽叽喳喳到处议论 福斯特这两口子到底怎么了 福斯特夫妇没听进去 他们心里堵得满满的 什么也装不下 他们低头呆坐 除了心痛 全身没有别的感觉 客人早走了 他们也没发觉 后来他们摇晃了一下 筋疲力尽的抬起头来 若有所思的互相盯着 如梦如痴 心神恍惚 接着又像小孩一样 颠三倒四胡言乱语 他们常常只说半句话 就不出声了 看来不是没意识到 就是想不起该说些什么 有时候他们从沉默中 苏醒过来 闪过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 他们脑袋里似乎想过什么事 然后他们带着无言的关怀 轻轻拉彼此的手 表达相互的同情和支持 好像是说 我就在你身旁 不会撒下你 咱们一起承受 总会解脱出来的 忘了这些吧 总有一块墓地可以安息 忍着吧 用不了多久了 好我们看这两段叙述 第一段是说 他们梦想中 他们财产将来的时候 他们快乐的心情 然后呢 卖糖用尺粮 像这种形容简直是妙极了 然后呢 人家要蜡烛他给受 OK 那第二段呢 是他们发现 他们这个发财梦 已经不可能 不可能实现的时候 他们两个的失落 那我觉得他描写这 描写的很好 我没有去查这个文章 是他什么时候写的 会不会是他自己本身破产以后 他跟他太太 有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感觉 这种情景 他就把那种心情放在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我不知道 我现在还没有去对那个年代 那你可以看到他 对于人物的心理状态的一个描述 那他对人道精神有很多的 这个抨击 那这些都是一些短篇的故事 那我就不能一一介绍了 那对媒体的真相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记者嘛 他的媒体真相他也有很多的 很有很有趣的 我怎样编辑农业报 这个我要特别讲一下 他做农业报的主编 然后他希望把农业报 这个拉抬一下 这个 报纸的这个 这个销量 所以他就写了一个说 哎呀如果你们要采南瓜的话呢 与其一个一个踩 不如就把树摇一摇 南瓜就掉下来 南瓜不藏在树上啊 所以有一个老农夫就气到不行 拿着一个报纸跑到报纸门口说 谁写这个文章 那个混蛋请他出来 马克福文就出来了 他就说你难道没有看过南瓜吗 南瓜不长在树上啊 他说我会被你气死 然后呢 所有的镇上 所有的人就因为这个故事 每一个人都抢了去买这个报纸 所以他报纸的销量一下子就两倍了啊 我们在做有世界日报的很多记者 想想看我们要不要用这个方法啊 这很有趣的啊 这是媒体的真相 他写的不少篇啊 然后这是新科技跟医学 因为他对新科技很有兴趣 他写了很多啊 什么对闪电的误解啊 防盗器装设的时候 产生什么困难啊 还有对小孩得那个魔性喉言 怎么处理啊 还有一个人赌博 是赢跟输 到底是科学还是机运 等等这些 然后另外社会风俗 他写的法国士大决斗 跟艾斯基摩小姐的罗曼斯 这非常有趣 我非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不可 那我们下面 法国士大决斗 本宜如果你在的话 拜托你 于是当这几位 事先投为指定的证人面前 装上子弹 我们认为 由于气候关系 进行这件精致工作时 最好打着电筒照亮 接着我们布置自己的人手 警察命令两旁的人群 都站在决斗者后边去 然后我们再一次准备就绪 这时空中更是浓雾弥漫 我和另一位助手一致同意 我们都必须在发出杀人信号前 吆喝一声 好让两位斗士 能确知对方究竟站在何方 这时我回到了我的委托人身边 不觉心里凄惨起来 因为看到他的勇气 已经大为低落 我竭力给他壮胆 我说 说真的先生 情况并不如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糟 想一想吧 使用的武器这个样子的 是这个样子的 涉及次数受限 距离这么远 雾又浓的叫人没法看透 再说 一位决斗者是独眼龙 另一位是斜眼兼近士 依我看呀 在这场决斗中 不一定出人命事故的 你们双方都有机会安然脱险 所以振作起来吧 别这么垂头丧气的 这一席话收到了良好效果 我的委托人立即抽出手说 我已经恢复正常 把家伙给我吧 我把那孤零零的武器 放在他巨大厚实的掌心里 他直瞪瞪的盯了他一眼 打了个哆嗦 接着他人就哭上着脸 揪着他 结结巴巴的嘟弄 我怕的不是死 我怕的是变成残废养 我再一次给他打气 结果很是成功 他紧接着说 就让悲剧开眼吧 要支持我呀 别在这庄严的时候 丢下我不管呀 我的朋友 我向他做出保证 接着就帮着他把手枪指向我断定的敌手位置 并嘱咐他留心听好对方助手的喊声 然后根据那声音确定方向 接着我用身体抵住同背塔先生的背 发出引起对方注意的喊声 好咯 这一声喊 获得从雾中传来的远方回应 于是我立即大叫 一二三 开枪 我儿骨里好像触到 咔嚓咔嚓 两声轻响 而就在那一刹那间 我被一座肉山压倒在地上了 我虽然伤势很重 但仍能听到从上面传来轻微人语声 说的是 我的死是为了 我的死到底是为谁呀 哦 想起来了 法兰西 我的死是为了要法兰西长存 手里拿着针针器的外科医生 从四面蜂拥而至 这一段其实有一个前奏 因为这个人要雇用马克图文帮他做决斗 马克图文说美国是禁止决斗的 你要我做决斗我要改一个名字 我要信 要变成法国人的名字 后来这个人就说自己做决斗了 自己做决斗 那马克图文就跟他说你决斗要有目的啦 你要有宣言啦 那那个人就讲了很长 马克图文不对不对 你的决斗呢 最简单越好 就是说为了法国长存 因为这是法国式的大决斗 这是很讽刺的 为了法国长存 我决斗 那那个人就说好好好 结果最后他决斗摔倒在地上 说忘记他决斗的目的在哪里 这是非常讽刺性的 对于当时的习俗 决斗这个事情在西部是很盛行的 可是美国是禁止的 马克图文为了决斗 曾经因为决斗政府要抓他 他只好跑走 跑到外州去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他对于那个整个情景的描写 非常的棒 那另外呢 这个是讲那个爱斯基摩小姐的罗曼斯 那爱斯基摩的这个冰 用冰盖起来的这个房子 在晚上看的时候是这样 你刚后面是星空 那里面点了蜡烛以后 那个是透明的 那这个我们来看这一段故事 也是很有趣的 这是讲爱斯基摩人 对于财富的看法 跟一般人不一样 你要去娶爱斯基摩的小姐 你要见的理应该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本宜 本宜还在吗 那莉莉 OK好 他一直拿股做的小刀 刮着脸上的金鱼油腻 把他开在皮衣的袖子上 一面茫然望着空中投射下来的 如火的北极光 那投射的光把孤独的原野和神殿一般的冰山 映成美丽的彩虹 展开而成非笔墨所能描绘的一副灿烂的壮观 他丢开了遐想 因我的要求 行将为我讲述他的身世了 像我的极极忽想之道一般 他也极极忽想给我说明 他真诚的靠近我说 到底多么富有 请你猜猜看 你怎么也猜不到的 我不予装出猜想的样子 他看我那深思苦虑的模样 很高兴的带着趣味 目无转睛的望着我 当我终于放弃思索 要他把北极的这位 方达比特到底有多少财产告诉我 以满足我的好奇心时 他把嘴巴凑进我的耳边 用庄严的口吻敲声说 二十根吊钩 二十二根吊钩 不是古的 是外国货 用真正的铁做出来的 然后他戏剧化的向后跳开 期望着自己化后的效果 我则尽我最大的努力 使他不致失望 我装出铁青的脸 蓝蓝说 真了不起 这个故事是讲东部纽约人 跟艾斯基摩人对于财富的观念的差异 那这个使我想起了 庄子里面的这个相对的一种看法 你认为有用的东西 别人可能不认为有用 所以呢 那人世间的事情 其实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则的 那他在这里用艾斯基摩小姐的烂漫石 来解释这个差异 那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没有去过阿拉斯加 这是我非常确定的 可是他可以想象阿拉斯加的那个景 是这样子的漂亮 那这也是他的生花妙地 那我们说他喜欢用第一人称的叙述 那像第一人称 他可以跟读者直接对话 在百万英镑里面 他直接说我你 他直接就说你怎样怎样 那也可以直述个人的经验 那这当然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了 我们常常写文章也都是 以自己本人作为叙述人 他转述他人的经验 有某某人告诉我以下的故事 然后下面就说他的故事如下 然后下面就用第一人称了 所以他非常喜欢用第一人称 那灭造的故事他也用第一人称 像一只狗的故事他用第一人称 用狗来叙述这个狗一生所遭遇到的 这些不平的待遇 那我们再看看 他描述细腻入围 人事物情景都是非常细腻的 那这里这一段实在是太可笑了 莉莉拜托你帮我念一下 这个斯芬克斯不再是斯芬克斯 他那深渊里的泉水冲破了闸门 汹涌而出 打个比方 九大池内就像倾盆大雨 接连四十天又四十夜 像我们劈头盖脸的坡来 把我们埋葬在一大片 唠唠叨叨的荒凉的洪水底下 他那乱七八糟的语法和 坚生怪气的语音的废墟 掩埋了一切反驳的岩石与山峰 多么多么多么的受罪啊 他滔滔不绝 一个终点又一个终点 后来我真后悔提起文子那个话题 让他开了头 直到第二天黎明 他该下车的时候都没有听 这个形容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原来上了他马车的时候 是一话都不说的 那大家以为他是一个哑巴 结果突然间马克图恩没事就讲 突然间提起说 蚊子你打了三四十个蚊子 因为那个女的太无聊 一直打蚊子 这一讲以后 那个女子就是哇哇就全部都出来 你看他形容 他竟然说那是像什么 九大池 打个比方九大池类都像青门大雨啊 形容词 动词 什么什么代名词 everything都出来了 然后四十四天又四十四夜 都没完没了的 像我们波来 我觉得这个形容实在太有趣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 要用这样的文字来形容一个人的多话 而且这个多话是呱呱呱的 一直讲下去 就像我现在一样 非常抱歉 我现在这个一直在加速中 那我们来看看苦行记里面形容这个动态的 莉莉帮我念一下 我们开始进入小河 蜿蜒相连的乡下 这些小河两岸有高而抖的河床 每一次棚车飞奔而下一个河谷 然后立即爬上另一个河谷时 我们车上的一伙人就全被搅合在一起 先是统统滑向车头 一个个几乎都坐着笔直的叠在一起 不一会儿又统统冲向车尾 一个个头下脚上的倒立着 为了挡开滚落头顶和身上的油包 我们只好拳打脚踢 一阵骚动扬起的灰尘 使我们像合唱一样齐声大打喷嚏 然后一个个五字难难诉苦 这形容动态的 也是写得非常的生动 我每次看这些时候都止不住的笑 我就像疯子一样 我在重新组合我这些slide的时候 每次看的时候 每次就是蓬富大笑 那它形容动物 我们看这个 它形容这个coyote的方法 我觉得简直是高明到极点 莉莉带我们念一下 好 美洲土狼就像是一副 长而瘦 病奄奄而哀伤的骨架 披带上一张灰色狼皮 一条拆强人意的毛绒绒尾巴 已永远下垂 显出被遗弃和悲惨的绝望神情 一对狡猾而邪恶的眼睛 一张长而尖的脸庞 加上微翘的嘴唇和爆牙 使它全身散发出 鬼鬼祟祟的表情 土狼就是欲望两字 活生生的预言版 它永远饥饿 永远贫穷 倒霉和不友善 即使地球上最低等的生物 都瞧不起它 连跳蚤都宁可跳到脚大车上 而不愿附在它身上 它如此的无精打采和懦弱 即使呲牙裂嘴 假装吓唬人时 脸部其他部位的表情 都像是在说对不起 我好像还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作家 形容一个动物 一个狼 形容成这样 你可以形容狗 形容猫 可是形容一匹野狼 在荒野中所看到的一批美国的灰色 灰狼 它可以形容成这样 把它脸上的这个表情 还有它的这个里面 心里头所想的东西 还有人们看到它的感觉 它在这里都描述出来了 我觉得这实在是很高干 然后呢 对于对话这一点 我已经说了 这一点是它非常被诟病的地方 因为它写黑人 写粗人 写古人 都用不同的语气 它写古人是 乞丐与王子的这本书 还有Connectica 对不起 那Connectica应该拿掉 那是后来的人家的一个电影 Yanky in King Arthur's Court 这里面用的也是古代的宫廷话语 这个都没有话讲 有些时候它写这个 实在是为了应付群众的批评 认为说它不会用elegant的语言 它用的都是很粗犷的语言 它就说我写给你看 我是可以的 所以它这个东西写出来以后 证明它的语言的程度 绝对不像一般人 所想象的那么粗鲁 那黑人跟粗人 那这个是符合剧情的需要 它需要在对白里面 用这样的口吻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 它写了一个true story 那它这个true story 是根据右边这个Mary Ann Court 这个黑奴 所写成的一个故事 那我现在请了我一个 飞翼的美国朋友 来帮我念一下 Karen McMillian Are you here? Karen? Karen? Yes, yes Can you hear me? Oh yeah, could you show show up on the screen? My video is on You can't see me But you have pinned the video So you can be on the screen I cannot see you You can't? Yeah,你们看到她吗? We can see her Oh okay, I cannot see That's okay They show you Okay So Karen,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Yeah You can se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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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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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Karen 跟我在图书馆认得的 因为我在图书馆做节目 她是我忠实的一个粉丝 永远都是热心的出席 今天我就拜托她 事先帮我们录好了一段 就是True Story里面的 这个黑人的口吻 我希望大家留意听 因为里面是有叙述的 还有一个对话的 它叙述跟对话是用不同的语气来念的 我们来看看 那这是她写出来的文字这样 如果叫你念这个 你姐姐就不晓得如何念 各位看一下 怎么念这些东西啊 里面的拼音是完全按照 黑人讲话的 口音的真实的记录 我觉得用阅读的就失去了趣味 一定要用听的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 哦 sorry 哦 how can I get back Aunt Rachel How is it that you've lived 60 years and never had any trouble she stopped quacking you can't have had any trouble I've never heard you sigh and never seen your eye when there wasn't a laugh in it she faced failure around now and was full of earnestness has I had any trouble I was born down amongst the slave I knows all about slavery cause I've been one of them my own self Well say my own man that's my husband he was loving and kind to me just as kind as you was to your own wife and we had children seven children and we loved them children just the same as you love your children they was black but the lord can't make no children so black but when their mother loves them and wouldn't give them up no not for anything in this whole world thank you so much karen you did a wonderful job 让我们给他一个拍手吧 请大家turn up thank you very good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yeah thank you so much underful word yeah 这就是我在南方图书馆服务的时候 经常听到的口音 那我觉得karen帮我们表达得非常好 那这时我想起哈金 前几天的演讲里面 有用马克图文的这个语言 作为一个例子 他说他的学生说保留保留 但是当时同时代的人 是要把他去掉的 不可以在图书馆里面出现 不可以在学校出现 可是呢 马克图文的书一直一下下架一下上架 到后来真正反对马克图文的人 你知道吗 不是白人是黑人 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因为后来的黑人是受了高 有很多受高等教育的 他看到马克图文用这种方法 来拿起黑人的口语的时候 他们非常生气 说我们不这样讲话 你这样是把我们放到一个很低的层次 所以他要图书馆要学校 把马克图文的书拿掉 那这个让我们有一个反思 今天我们是新移民 我觉得我讲的英文就是杨金帮 就是不准确的英文 任何一个人他要写新移民的时候 他一定要想办法抓住这个新移民 他讲话的这个不准确的英文的语气 如果一个人来写我 他把我的对话里面就很多 run spelling,run grammar 然后发音错误 那你是不是要敲出来说 你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我感觉我可以了解 现在受高等教育的黑人 对于马克图文这个文学的反感 是他没有看清楚 马克图文的时代背景 他那个时代所有的黑人都是黑奴 可以说都没有受过教育 那马克图文他就是忠实于那个时代 来记录那个 他没有看到今天受高等教育的黑人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搞清楚 如果我们要写英文学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要技巧性的表达 这个新移民他的口语 当然如果成篇都是这样的话 念的人可能很辛苦 可是如果你在几个重要的重点表达一下 那就非常好 这很简单 就像我们台湾文学一样 黄秋明他们要写台湾人的口气的时候 不是通篇都是 而是在一个重要点里面 这个放进去一点 那这样足以表达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个人听了那个 哈金教授的演讲的时候 我突然间有这个想法 那哈金教授事实上 他在威廷那个书得奖的那一年 我就请他到我图书馆来演讲过 那是2000年 那在开车从亚特兰大 开到我们科隆比亚的途中 他接到通知说 他得到Farkner的奖 所以他到我们图书馆的时候 心里是充满了喜悦 因为他一个一个奖一直接受 那我跟他认识 事实上是20年前 我想他恐怕已经印象非常的薄了 那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下 文字的音乐性 马克图文非常重视文字的音乐性 所以他的文章 你念起来的时候不死板 是很跳跃的 那有一次他很勇敢的出来 批评一个耶鲁大学的教授 这个教授有很多popular reading 很多写了很多爱情小说 那马克图文公开挑战他 他这样批评的 他说这个我不晓得 有没有指定任何一个人念 莉莉有告诉你念吗 没有哈 没关系那我自己念 他说库博对文字的敏感度 是明显的迟钝 当一个人的耳朵 对文字音乐性不敏感时 就会导致他用字 忽而平板忽而尖锐 你可以感知到他想说的 但你也同时感觉到 他没说的地道 这就是库博 就是库博 他绝非文字的音乐家 他的耳朵对差不多的字 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马克图文个人是认为 差不多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对文字的音乐性 非常的讲究 那你说他不是一个好作家吗 他写的看起来很轻松 可是他每一个都是修改 又修改 OK 那他个人对于幽默 有他的介意 他说幽默的演说 跟滑稽 跟机制是不一样的 滑稽是英国式的 机制是法国式的 这个我个人就无法分辨了 不过他说明了幽默 他说美国式的英末 只有在美国产生 也只有停留在美国 他需要用讲的 策动讲述的技巧 可以无限的延伸没有预设的观点 所以我们刚刚放了那一段 马克图文的Tonight Show 你看那个人他讲的时候 你根本不晓得他的重点要到哪里去 你是跟着他这样胡乱的 ZIG ZIG的走 所以他是无限的延伸没有预设的观点 那喜感像泡沫一样逐次的冒出来 喜感是慢慢的像泡沫这样 一个出来 而不是一连串的一直出来 所以他中间有很多停顿 那个停顿就是在制造这个气氛 他说幽默是一种高级而精致的艺术 只有艺术家能够升任 讲者表情严肃 装作不明白听者为何而笑 难难自语 有点脱线 他真的是有点脱线 你刚刚看那个穿白西装那个人 他就讲了中间就忘掉了 想了半天 是这样是这样 他故意装出这样 创始于美国 而且只流行流存在美国 滑稽是英国诗 鸡字是法国诗 他说后面这两个都是重视材料的内容 必须简短有预设特定的观点 喜感是爆笑出来的 任何人都可胜任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讲 讲者会预告将讲一个滑稽的笑话 常比听众更早发笑 常会一再重复强调同一个观点 他repeat repeat 那这跟幽默是不一样 幽默是在无形间慢慢的流露出来的 而滑稽跟机智是有预设的观点 然后经过很这个讲的人 已经超了那个观点再走 可是幽默常有时候是没有底端的 他可以看大家的反应随时来做改变 那马克图文的幽默是 明明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他言之左左 明明是可以直白说的 他却绕着弯走 明明是司空见惯的 他严加踏伐 严加踏伐 所以呢这是马克图文的幽默 他17岁的时候就一语惊人 在报纸上 他哥哥的报纸 有一天缺版面有一个空 他没有办法 制造了一个这样的可笑的事情 莉莉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吗 可以 恐怖的意外事件 500人不是上身就是失踪了 我们定了这个大标题 当然希望能用它 不过因为这个意外事件尚未发生 我们只得说留待后续 这是汉纳宝日报里面 他的第一篇最荒唐的一个报道 事情没有发生 他做了一个这个title 然后就说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们只好留待以后再继续 那这个是意语惊人 所以我说他语不惊人 死不休 那下面一个马克图文一生的写奏风格 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浪漫 轻快 幽默 这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他还到处在旅行 还不知道自己的生活 到底要朝哪个方向走 那个时候他还有一点粗犷 有点粗犷 有一点荒唐 那第二阶段就是他进入了 那个Hotford的时候 那时候他影视名度很高 这个时候是辛辣讽刺 尖酸刻薄 尖而有之 第三个阶段是他太太死后 他太太是在1904年死的 马克图文是1910年 所以呢 好像是1904或者1906 我不是很记得 但这个时候他进入了悲观绝望 因为他大女儿死了 太太死了 小女儿也死了 然后呢 他对每一个人的死亡 他都认为是他的责任 他有一个儿子两岁了就又死了 他有个弟弟在轮船上面工作 被这个轮船里面的火炉爆炸 而死了 他也认为是他自己的责任 因为他把弟弟引接到那个船上去工作 所以呢 他一生的风格有三变 这个三变里面 其实都跟他的幽默感的 不同的这个形式的显露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我们看他这个三个转利点 1860年到1970年这个时候 他写那个跳蛙的故事 写天真旅客出国记 这个都比较好玩的 比较好玩的 然后呢 到了1870年到1990年 这20年是他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候他写的镀金年代 就是他那个房子 他住在那个房子 跟他邻居和谐的 还有汤姆历险记 密西西比和尚的生活 顽童流浪记 这些都是他经典之作 那这个时候是 有尖酸刻薄 讽刺社会的习俗 他非常勇敢 然后呢 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谴责美国帝国主义的 这些这些作品 赤道水影 Following the Equator 我翻成赤道水影 我不晓得别人怎么翻 然后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 这个有很多电影 是照这个故事写出来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神秘的莱克 这都是比较后来的作品 那我前面那些 我都不用再说了 但是后来他 比较哀伤的时候的作品 我也举了几个例子 请莉莉帮我念一下 好 事实上一切赠品 只够咒诅 全是些美丽的骗人谎言 竟是些冒牌库 那不是赠送的 只是假手借你而已 快乐 爱情 声明 财富 仅是苦痛 悲哀 耻辱 贫穷 这些实体的意识伪装罢了 仙女的话是真的 她所有的东西中 宝贵的只有一个 我现在才知道 那是无比珍贵的赐予 能让你的肉体的痛苦 与俯视你心灵的耻辱与悲哀 没入永恒无梦的睡眠中 拿它给我吧 我疲倦了 我想睡 这个时候其实她已经是 非常的 对于人事的很多东西 都有点失望 所以她认为 所有的快乐 爱情 声明 财富 这些东西都不是她的追求 她追求的就是要休息 要睡觉 OK 所以她认为人睡倒的时候 可以忘掉很多东西 其实也就是死亡了 那她个人呢 她是1935年 也就是哈雷会心降临的时候 她出生的 然后她就估计自己也会跟哈雷会心一样 下一次75年一个周 一个循环 她说下一次哈雷会心来的时候 我会跟着她走 她预计自己会在75年以后死掉 这当然是她晚年预计的 那果然如此 哈雷会心最接近地球的那一天 她走了 那她在最后的阶段里面 她写了很多反对美国 现行政策的一些文字 那这是她反对这个美国的临时 跟海外的传教的这个一个文字 这个文字她不敢发表 一直到时候13年才发表 因为那时候如果发表 她会受到很多的评级 莉莉帮我们念一下 让我们从中国进口美国传教士 把他们送到临时场 以1500位传教士在中国那个 每天出生率33,000人的国度 如果每位每年能吸收两个中国信徒 估计得100万年才能平衡出生率 与教徒吸收率 并把中国变成一个 货真价实的基督教国家 因此如果我们能给传教士 一个富裕的场所 降低成本并减少危险 他们怎能不认为公平 怎能不愿尝试一下 中国人是举世公认的优秀民族 诚实 有荣誉感 勤劳 可信赖 仁慈等等 放开他们吧 他们本来就很好了 此外 每一个规律者都冒着被我们的文明感染的危险 我们应该谨慎 我们应该在鼓励这种危险前三思而行 中国一旦被文明化 就不可能回到不文明 这是他看到当时黑奴被淋持的场面 到处都有 他们被绑在树上 然后下面生活 慢慢把他们这样熏死 所以他对于这个非常反感 然后他就认为如果把传教士从中国调回来 让他们在美国传教 把每一个人 每一个想要淋持黑奴的人都把他感化了 那这都更好吗 为什么要去感化中国人 他对中国人是非常有好感的 他写了很多东西都是在呈养中国人 他有一次为中国人还被 被暴设 这个 这个建议鱿鱿鱼 炒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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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菲律宾人民 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征服 不是为了救赎 在我看来 让这些人获得自由 应该是我们的乐趣和责任 并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 处理自己国内的事情 所以我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 我反对让美国这只老鹰 把他的爪子放在任何 其他国家的土地上 所以他事实上有成立一个 反帝国主义联盟 的创始人之一 然后他痛斥谎言 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 谎言就已经走遍世界 他有某种程度的道德能耐 就像你我一样 他不会为 为九分钱说一个谎 但是他会为一块钱说八个谎 其实你们也是从早到晚都在说谎 只是不用嘴来说谎 而是用眼睛或声音的异扬顿臭来骗人 例如在不该加强语气的地方 抬高声量故作夸张等等 只在 我就挡住了 只在人和神面前 装出不说谎的样子 你们以为只要不从嘴里说出来的 就不能算是谎话 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看法 把眼睛说 用眼睛说谎 跟用嘴巴说谎 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只要你把手放在良心上 这道理是不难想通的 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于说谎 非常的 愤怒 可是他又鼓励小孩要学习说谎的艺术 他认为说谎这个艺术 有些谎是应该要说的 那应该从小就开始培养起 那我们看看 马克读文写作的习惯 随始察言观色 包括肢体语言跟穿着 勤写日记 包括天文地理气象 他有一个故事 就是那个 Yanky in King Arthur's Court 那个故事 他就用他对天文的了解 然后设计了说这个人被绑在那里 然后他就说 我告诉你待会几点几分的时候 太阳会生气 就会消失 那世界上就没有太阳 如果你不放我走 我们就从此失去光明 因为他已经知道 他从天文里面知道 那一天的某一个时刻 太阳会产生日旋时 结果果然 在那一刹那 太阳就消失了 结果朝廷就立刻把它放了 所以他是用这个 对于天文的了解 写了这个故事 非常有意思 那他有时候有十几个故事 同时进行 那不顺畅的时候 就把 或者主题不明确的时候 就把它搁置在一旁 那这个就是在 Ad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lm 它前后花了八年 就是因为它搁置了五六年 才又提起 然后写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变成它的经典之作 这是它最大的 最好的代表作 那常常威胁作而旅行 那现在最后 我提出三个问题 当今有谁可以取代 马克吐文的地位 他是个小说家 编剧家 演说家 专利发明家 时事评论家 慈善家 家户 欲小 世界级的文豪 有谁 你在想的时候 可能会想到 某一个人是小说家 很有名 可是他又不是专利发明家 他又不是时事评论家 或者每一个人 某一个人是政论家 可是他不会写小说 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 兼具有多方面的才华 所以这一点是 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 有人说 Woody Allen No 我一点都不觉得 他可以跟马克吐文 相挺订论 那我们再看看 第二个问题 假如马克吐文 今天还活着 他会怎样 他是引领时代风潮 用blogger twitter instagram 来发言吗 还是他要回应 各方的征询 在2017年 加州大学就有个教授 跟学生提出这个问题 What would Mark Twain think of Dano Trump 我想今天这个问题 如果他活着 更是要被一直询问的问题 那我不晓得他会怎么回答 下面一个 马克吐文将如何回应 我想他就抽抽烟吧 然后就说 如果你去把我那本 我竞选州议员的故事 拿来念一念 我想你就得到答案了 也许这是他最好的一个回答 啊 啊 啊 谢谢观看